男人只是吐槽了一下眼神 竟被当场传送到了异世界里 甚至给他下了诅咒 面对眼前怪物成群的景象 他该如何是好 而就在昨天 一群学生被女神召唤到了这个世界 被选招的英雄们 我欢迎你们的到来 邪恶的魔王即将复活 异世界即将面临灾难 为此我需要英雄的帮助 可学生们却对眼前的一切感到难以置信 他们有着太多的问题想要寻 而在这时 一名同学率先发问 本集技能 状态窗口和怪物是否像游戏内奔 女神对此给予了肯定的答案 随后便是同学们的各自答案 女神都进行了一一解答 而在解答中他们得知 每个人被赋予的力量都是互不相同 只有通过相关的考验 并接受他们的注目 才能成为真正的英雄 而目前想要与外界取得联系也是不可能 只有打败魔王时 才能实现一个愿望 现在还有谁有疑问吗 只见一个男人缓缓举起火手 请把我送回地球 我想我曾经说过 只有打败魔王才能实现你的认为 但我并不想整罪一世界 因为我不想成为英雄 可疑世界即将面临灾难 无数生命将因此惨遭终结 难道你就没有一丝怜悯之心吗 抱歉 但我不能让我的家人们担心 随后 只见女神上前询问 有谁跟她一样不想成为英雄呢 请站到前面 我不会强迫你们的选择 然而却只有男人一人想要回去 康汉秀先生 看来这里并不适合 我将把你送回地球 望着眼前耀眼的传送门 男人毅然决然地走了进去 而当他一睁开眼 竟发现自己身处在了一片森林 紧接着身后传来一阵声音 男人回头一看 竟是成群的怪物映入眼 男人愣住 这到底是什么玩意 该死的女神 这根本就不是地球 与此同时 一道圣光降临到了圣所空心 同学们都被传送到了异世纪 而他们即将面临众神的讨论 另一边 怪物正对着男人群追不舍 该死的女神 他从一开始就没想送我回去 如果这真的是异世纪 也许会出现某种奇迹 而在这时 一道信息传来 康汉秀 等级 祝福无 正处于紫咒状态 种 种族语言 英雄说出的话将转变为怪物的名 惊艳 获得惊艳与成就大幅度正一 该死 他居然对我的升级窗口下了 男人只是忽悠了几句天神 竟因此收到了来自天神的祝福 即使是受到重伤也能立刻重置状态 而在这时 望着眼前的升级窗口 他才发现女神居然对他动了手脚 而面对怪物们的穷追不舍 他早已显得身心疲惫 这都是那该死的女神害的 此时 一只弓箭射中了他 男人震惊地看着这一切 竟是一群精灵族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而后只见狼族上前与其对比 于是男人抓住了这个机会 选择逃 片刻之后 男人躲到了一棵树下 我应该向天神祈祷吧 这一切都是女神的头 我就算是死也不会像那样的神奇了 与此同时 一条信息传来 某个神正在偷看你 虽然他并不知道面前的到底是什么玩意 但男人还是恳求能够做对 此时神也给予了 你为何会独自一人 面对神的提问 男人正想回答都是那该死的女神 宋老虎 可转念一想 万一面前的神与女神是一幅开的 于是男人请求面前的神仙救救自己 却遭到了神的拒绝 他表示神不会帮助陌生人 难道神都是局外人吗 神好奇地询问局外人到底是什么意思 局外人本身不是一个很好的死 因此男人并没有认真解释这个词的含义 因为他害怕自己再次受到奇怪的诅咒 于是他向神解释 局外人指的是一只孤独的狼穿过荒语 闻此神表示自己非常喜欢这个词语 男人这才松了一口气 终于蒙混过关 然后男人再次请求神能够救救自己 可神却是好奇地询问他 你是否也是局外人 男人给予了肯定的答复 此时 神正在思考到底要不要帮助局外人 只见神防缓举起左手 神决定帮助可怜的局外人 而后一道神光降临 男人的疼痛感瞬间消失 看来他们真的是神 望着健康的男人 神感觉非常自豪 看着自己的状态疮倒 居然新增了一个局外人的注射 除死亡之外 所有状态都将被重置 如果我不再是局外人而是局内人 神还会帮助我吗 而神却表示只会帮助局外人 此时 狼群发现了他们 男人随即开始了逃亡 在神的祝福下 不仅仅是受到的伤害被重置 甚至是身体的疲劳也消除了 男人瞬间感觉神的力量实在是太神奇 而神却提醒他 你只不过是不会因为共伤死 与此同时 男人跑到了悬崖边上 神提醒他 如果从这跳下去你将必死 而面对身后成群的狼组 他该如何是好 男人只是跳下了万丈深渊 竟因此击杀了数百只狼人 而在这时 面对身后成群的狼组 男人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每只怪物都注意了 你们谁能够先抓住我 那我就归谁 闻此 狼群争先恐后地 对他发起了进攻 于是男人将计就计 带着所有狼族跳下了悬崖 只听一声巨响 片刻之后 男人再次睁开双眼 我居然还活了 看来是神的祝福发挥了过一 这狼族也没什么了不起 此时 一个身影吸引了男人的注意 原来还存活着一只狼人 紧接着男人查看了他的状态 蓝月亮的狐夫 等级三 居然比我的等级还高 那我在他击杀是不是能够获得大量的经验 对不起 你将成为我的经验 与此同时 同学们正在接受着异世界的相关信息 等级和祝福能够大大提高自身的实力 接受祝福并不意味着不及 天神无时无刻都在关注着 此时一名学生发来提问 是否做任何事情都被天神很注信 神与女神对此给予了肯定的答案 但他们并不是人类 所以请不要以人类的标准去批判天神 而后各路天神纷纷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那是否天神应该会给更有趣的人 获得更好的祝福 此时两位天神都对张美颜的想法表示了赞同 随后他便收到了来自天神的祝福 魅力 身体将散发迷人的香味 占领地位的几率将上升 一瞬间所有男人都被他迷住 而在此时 女神示意让他不要再使用祝福 可话还没说完 他就收到了来自神的祖宗 惩罚 因为某位纯洁的女神不喜欢这种不纯洁的行为 而后女神向其解释 天神会将祝福赐予喜欢的人 也会将诅咒赐予不喜欢的人 所以一定要时刻注意好自己的行为举止 紧接着女神一巴掌排在了他的身后 一瞬间他便感受到了万分的疼 而他受到的诅咒 便是能够将伤害和批评进行翻倍的效果 你要记住 一旦受到祝福或者祖宗 他将会伴随着你诅咒死 而随着你的等级越高 他的效果更加急 那不是完蛋 只是来普及的惩罚就正好 请不要害怕 因为诅咒是能够被祝福所取消 另一点 男人正义获着自己的等级 为何没有提示 望着遍地的怪物 难道是因为那个诅咒 然后男人向着天神询问 是否有什么有用的信息 天神对此给予了否定的答案 画面一短 他们再次遇到了狼 此刻天神希望眼前的他能够平静死去 与此同时 狼群仿佛嗅到了血液的味道 放马过来吧 该死的怪物 男人只是利用了简单的离行力 竟将整个狼族瞬间消灭 而在此时 狼人似乎闻到了弥漫在空中的血腥味 正寻找着气味的源头 而男人却是在一旁默默注视着这一切 望着刚刚收获的小刀 男人早已不再惧怕任何怪物 随后男人捡起地上的绳子 为自己制作了一个简易的刀脚 你听说过离心力吗 只见男人不断挥舞着手上的石头 缓缓走进了狼人的视野里 虽然每一次挥舞都对自身造成了伤害 但好在神的祝福发挥了足 我想我应该知道如何使用神的祝福 只要我能够避免立即死 那我就是无敌的存在 换句话说 我能够在死亡边缘上一直战斗下去 此时 一颗石头静止打在了男人的头上 一瞬间狼群们蜂拥而上 可下一秒 他们就受到了当头一绑 不到片刻 所有狼人都被击倒在了地上 就连天神也给予了男人很高的评价 此时 还侥幸存活着一只狼人 告诉我人类都住在你的地方 你要是敢骗我 你将受到伤害 望着如此凶狠的人类 狼人当即交代了自己熟知的一切 然后男人抬手给了他一记迎头的一记 我是答应过你不伤害你 可我没说过我会放过你 明明击杀了那么多的怪物 为何自己的等级人位提升 与此同时 老师们宣布明天即将开始训练 我负责剑术 身旁的艾娜负责魔法 你们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领域 此时一位男人提问是否可以同时学习 老师给予了肯定的答复 那我是否可以不进行学习自由探索 老师对此也给予了肯定的答复 此时 某位不成熟的主神开始有兴趣 傍晚 寒雨坐在床头 训练是学不到任何东西的 只有主角才有自己的方式 隔天 他竟发现自己获得了来自神的祝福 刻书 你是这个世界最特殊的主角 男人似乎发现了提升实力的版本 只见他缓缓走出寺庙 我至少能够成长为一级英雄 画面一转 男人来到一处公会 当即表示自己要注册成为猎人 却被一旁的女人抄理 你不过就是个新手 还是赶紧回家吧 此时寒雨还以为是神的祝福带来的效果 于是反驳着他 你可不能因为光看外笔足判断别人的事 你也有失误的时候不是吗 在他的一通演讲下 女人也同意了他的观点 此时男人正幻想着自己成为主角的时刻 我可是这个世界的英雄 某个不成熟的神发出了小声 另一边 狼人们正苦苦哀求着 希望男人能够放过他们 男人只是随手击杀了狼王 竟因此惨遭队友背叛 并被当场击杀 而在这时 狼人正支支吾吾地说着 人类的村庄在西方 紧接着就遭到了男人给予的致命一击 我很感谢你们提供的信息 没想到你们居然出乎意料的城市 虽然并不知道距离有多远 但总归有了前进的目标 回想起自己从猎物变成猎人的过程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隐藏天赋吗 当然这也多亏了来自天神的祝福 此时 天神为之前说过的话表示抱歉 你是只想我死去那句吗 天神则表示 他们其实并不在乎会发生什么 与此同时 一只狼人朝着男人迎面的过程 只见男人一个手起刀落就将其解决 紧接着又迎来两只狼人 男人一个顺身就解决了他们 不过奇怪的是 自己的等级仍旧停在一级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而在这时 一阵激烈的争吵声引起了男人的主意 男人抬头望去 竟是三个人类正在争吵 可下一次 一只弓箭静逃着男人袭来 该死 没想到这么快就被发现了 可是语言不懂该怎么办 于是男人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只见他静止跪在了他们面前 表示自己并没有恶意 虽然他们可能听不懂我的语言 但我的肢体语言他们应该能懂 只见那名女子抬起弓箭对准他 等等 我是个好人 画面一转 他们来到一处山崖 望着远处缓缓升起的龙烟 看来我所向往的异世界生活即将开始了 与此同时 一群狼人突然对着他们发起了进攻 但很快就被他们消灭干净 紧接着狼王静止对着弓箭手发起了进攻 却被男人轻松抵挡 而后只见一只立场醒来 男人瞬间闪开 一刀捅进了狼王脖子 狼王就此隔屁 如果没有你们 我可就遇上麻烦了 就在下一秒 一只弓箭静止击穿了男人的胸膛 这该死的异世界 差点就被他破坏了计划 要不是狼王的出现 我们还不知道他有多危险 明明是个等级异的家伙 但对不起狼王却显得游刃语 如果放任他活下去将会坏了我们的计划 而且我也不认为 他会接受自己被当成奴隶满败 我们应该拿走他的小刀 看起来像是一件好东西 与此同时 黄毛正细血地看着这一切 这家伙到死都还紧紧握着小刀 此时男人的状态窗口浮现在了黄毛面前 而能够看到窗口只有两个途径 一是别人主动分享 二是击杀目标还存活着 只见一柄短剑冻穿了黄毛的胸膛 我来复仇了 男人只是洗了个热水澡 进成了献祭黑魔法中的头号人选 而在这时 男人当场斩杀了黄毛 就连面前的两人看了都怀疑他是不是恶魔 正当大叔想要发起进攻时 男人已然顺身来到他的面前 一刀将其斩杀 此时一只弓箭袭来 这东西根本就不通不远 而望着面前苦不如私的男人 女人开始了不断地求饶 我真的很抱歉 请原谅我 刚才你们杀我的时候 没想到很快就会轮到自己了 可女人却根本听不懂她在说些什么 画面一长 男人换上了女人的衣服 虽然挺合适的 但总感觉不太舒服 是因为这是女人的衣服吗 此时天神们笑出了声 他们表示自己会尊重局外人的爱 这可不是爱好 是因为这个女人的体格跟我相似 而另外两个男人都穿着厚重的盔子 这把弓箭应该能够派上用台 而在这时 男人忽然想起女人在自己 她的状态窗头显示了一往后越消失 而她拥有着神的祝福 却又不是一名英雄 更加射箭时的命中 这难道是这个世界上常见的祝福吗 此时天神发来提示 这不是你该关注的点 接下来你该去往哪里 男人思索片刻后决定前往人类村庄 而在这时天神再次发来提示 你身为一个局外人 当时就应该选择逃跑 画面一转 男人来到了村庄 他先是好好地洗了刺藻 而在这时 门外的人示意男人打开房门 男人表示自己正在洗澡 请稍等 然后男人拿起身旁的小刀 虽然不知道外面的是不是人类 但从他能够跟我交流来看 应该就是祝福中所说的敌对主题吧 于是男人缓缓打开房门 并施意骑进来 来者自称他是这个村庄的村长 他是听说村庄来了一个旅行者 但是并不会他们的影响 康汉秀这个名字很不特的 男人愣住 他居然能够看到我的窗口 如果你不想被别人看到 你应该试着将他移走 这玩意还能隐藏吗 不过你看起来并不像是精灵族 更像是外乡人 这个村庄与精灵族有着不好的历史 因为他们的贪婪 导致失去家园的狼人不断涌入人类里 不少人类也因此死去 我能最后问你一个问题 这瓶药剂从你吃饭起我的梆 为何麻痹效果没有在你身上体现 闻死 男人拿起小刀镜直逃着他灰 可下一门 男人却僵硬在了原地 看来是药效发挥作用 这可是我为了精灵族克制的药术 你并没有做 你只是运气不好 此时天神表示自己一直都在警告着 画面一转 来到一处地牢 人们只会憎恨狼人 但只有我知道 狼人也只是受害者 而我们真正的敌人 应该是那该死的精灵族 他曾是一名人畜无害的流浪汉 如今却成为杀人不眨眼的黑暗大魔法师 而这一切都将归咎于女神的祖宗 就在刚刚 村长正宣泄着对精灵异族的不满 你看看我的状态窗口 你将发现一个真相 居然是诅咒 童话 作为被选中的人 你将成为精灵异族的死 你的寿命将被缩阻 来自精灵的伤害和怨恨大大增加 这是女神下的诅咒吗 这是那些死去的精灵们的怨恨 所以每个诅咒都有一个条件 但是我并不是精灵异族 其实我没必要跟你解释那么多 但在看到了这把小刀后 我感动了 你到底是从哪儿得到 男人本想告知 这把小刀是同狼人手里得到 渴望着身后瑟瑟发抖的精灵异族 男人生怕自己也是那个下场 于是向其解释 我是击杀了一名精灵后台拿到他 我很惊讶你居然杀死了精灵皇室 我很想放过你 但是你看到了我的状态窗户 我是个没有魔法祝福的魔法师 男人愣住 看来你什么都不知道 因为我是个局外人 没有任何人叫我这个世界的孤独 那是什么意思 不过指的是一只孤独的狼穿过荒野 很不错的词 但是你再也没有机会穿过荒野 此时天神正默默祈祷 希望男人来世能够运起好点 只见村长抬手一挥 而后一名精灵少女掉落在了地上 我可是黑暗的法师 你必须成为延长我寿命的牺牲品 精灵的诅咒会消耗我的生命 但我可以通过牺牲别人来延长我的生命 作为你杀死皇室的奖励 我会让你死得舒服一点 你可真是慷慨大方 但是可否让我再说最后一句话 我很高兴能够听到你的一言 所以你到底想说什么 村长这么多不正常的行为 难道是为了让别人认可他的作法 我相信从未有人认可过你的作法 对吧 所以你能够理解我吗 那是当然 你曾说过局外人的意思 那这么说起来 其实我也算是一个局外人 因为现在的我也算是一只孤独的人 而在今天 我终于找到了能够理解我 随后只见一名精灵男子 被放到了魔法阵子 伴随着村长念出的咒诺 那名精灵的生命 瞬间转移到了村长身上 此时男人才发觉 村长并没有变得年轻 那是因为我根本就不是人类 只见村长缓缓解开衣裳 随后一只狼头出现在男人面前 没错 我是一个狼人 男人拥有天神的祝福 不仅能在献祭魔法中安然无恙 甚至能将别人的力量 吸收得一干二净 而在这时 村长一把露出胸前的狼头 没错 我是个混血 是不是觉得很不可思议 我将用这副身躯 对精灵一族实施暴復 我很感谢你的出现 让我意识到自己的真实身体 我是一个真正的局外人 是一只奔跑在孤野中的狼 所以你还要杀我吗 那是当然的 因为局外人是独一无二的狼 此时 男人深刻地意识到的局外人 到底有多危险 紧接着村长对着男人开始施展黑魔法 而每一次施展都将牺牲一条生命 康汉秀先生 你愿意将你的生命交送于我 似乎在黑魔法中 得到别人的同意是很重要 即使你不回答 黑魔法也将成立 等等 在临死前我有一个情绪 而村长却是一脸不耐用 你又有什么事 我想在临死前再见一次你仨 你是指那位拿着弓箭的女人吗 你为何想要再见他一位 因为我是他的恋人 而村长却是一把拽住他 你少不说八道 你根本就不是他的恋人 只有那个名叫科尔的男人才是 如果你不相信了 大可为一闻我身上的气味 你的身上确实有他的气味 思索片刻 村长询问他你还有什么情绪 男人表示如果他能撑过这个黑魔法 那么村长就要还给他自由 闻此 村长欣然答应了他的请求 而下一位 一股强大的电流充斥着男人全身 该死 你不是说过一点都不会痛吗 再见了 我会告诉米萨你去了一个遥远的地方 那恐怕是不行了 因为米萨早就已经死了 而在村长愣神之际 男人早已一拳挥出 静止击打在了村长脸上 你到底是如何挣脱束 我会告诉你 不过是在你死后 而他之所以能够存活下来 完全是来自局外人的注 他重置了男人所受到的所有伤害 现在是时候遵守你的承诺 紧接着男人一刀斩下了精灵少女的死 现在他将成为我们承诺的见证人 你不是说过在我见到米萨之前 完全不干涉我的行动吗 承诺这种东西 我只要将生命归还给你就能做 紧接着一股黑色能量将其缠绕 我还是劝你乖乖束手做起 这话说的有点为时过得 而下一年 村长一口老血吞出 紧接着 他的力量就在请客间消失的一干暗子 这就是你的力量 该死你 你到底是谁 我只不过是局外人的使徒罢了 男人只是随口忽悠了天神 不仅收到了来自天神的祝福 甚至能够使用黑暗契约 能将违背契约之人付出双倍的概念 而在这时 面对村长的提问 男人果断表示自己就是局外人的神 闻此天神高兴的手舞足蹈起来 而望着眼前生命垂微之 如果我将身为十六级的他击杀 那我将获得大量的经验 可如今还是先搞住生命要紧 我永远不会原谅你 该死的人类 你竟然毁灭了我的梦想 紧接着他就朝着男人发起了进攻 只见一道力章画下 男人顿时跪倒在了地上 你一定感到非常惊讶对吗 因为这是狼人的剑术 是我留着用来对付精灵一族的手 而后只见男人毫发无伤的仗劲 村长一脸难以置信地探紧这一切 这不可能 那明明是致命一击 随后村长转身想要逃跑 却被一旁的精灵少女狠狠抓住了小女 紧接着男人一道凌厉的斩鸡落下 对不起了我的梦 爸爸不能为你道德 你就好好安息吧 望着眼前冰冷的尸体 此时天神发来信息 看来他到死都还抱有他 随后男人解救了一众被囚禁的精灵从来 并号召了村民们过来一起解决问题 本以为事情会到此结束 可没想到所有人却都阴沉着脸看向男人 紧接着男人就被精灵一族逼到了悬崖之上 你们到底在说些什么 总有一天我会回来的 随后男人纵身一跃 这该死的一世纪 与此同时 精灵公主的女仆正要求将男人绳之一 可她从村长手中救出了我们 但那又怎样 她的手里持有公主的小刀 我们不能轻易相信人类 这么做到底有什么意义 此时一位女医员迎面斗来 她是被精灵们誉为神圣太阳的 因为她拥有无限的生命 但也因此成为了被囚禁时间最长的精灵 紧接着议员开始了她的诉说 她明明可以独自逃走 却还要回头挣坐我 我敢相信她一定是基于你的无限生命 但你知道吗 她使用的是黑魔法契约 名为违反契约 当你违反契约时 你需要加倍偿还你拉抖 而村长就是低估了她的生命 最终沦为死亡的下场 我虽然理解你经历过的痛苦 但现在我要去寻找她 可目前你的身体状况并不太好 这是我的事 从此刻起我不再是你一人 而后便转身离去 此时 天神正默默地注视着这一切 画面一转 天神正跟男人诉说着自己看到的一切 那看起来这个地方也不一惊 望着树下伺机行动的狼人 回想起自己被猎人追打的意义 比起人类与精灵 现在的我更信任狼人 不过 正好有些事情需要向他们打听 男人受到了神的诅咒 无论击杀多少怪物 他的等级仍旧是一 而他却能徒手击杀一群六级狼人 就在这时 望着树下伺机行动的狼人 正好有些事情需要向他们打听的 只见男人纵身一跃 下一秒就将狼人尽数斩杀 就只有三只狼人吗 真是太扫兴了 不过我的身体似乎比以前更加灵活 难道是不经意间提升了等级吗 可我的窗口并未显示等级提升 不过这个红利到底是什么 他正在小幅度的增长 此时传来天神的阵阵朝铮 你居然连红利是什么都不准 随后天神表示这个素质越高越好 紧接着他便朝着身旁性疼的狼人体验 现在的我被精灵惹得非常生气 希望你可以如是回答我的问题 而狼人听闻精灵却是一脸兴奋 你是否知道如何使用狼人剑术 因为我的实力还不足以向女生吵着 如果能够学到狼人剑术 至少我能比现在变得更加强大 可狼人却表示那是肉的力量 肉的力量与狼人剑术有什么关系 得到的信息还是不够全面 看来我还得好好研究一下狼人的生态 画面一看 望着正在进食的狼人 男人已经观察了他好几天 每当一有机会 他就朝着男人发起进攻 可却都被男人轻松抵挡 你真的是六级的狼人吗 那当然 他自豪地露出手上的战利品 只见他指向一处草丛 表示那里有精灵异足 随后便将手中的兔子吞噬殆尽 紧接着一股力量在他体内凝聚 你是恢复力量了吗 只见无数力量在他体内迸发 而后便朝着男人发起了进攻 多亏了 我终于理解了肉的力量 一瞬间 狼人就被其一分为二 虽然相处的时间很短 但我学到了很多 只见狼人颤颤巍巍地问 难道你也是狼人吗 我 我可是人类 这可是控制情绪就能使用的力量 真是太神奇了 与此同时 天神发来祝福 天神对你的变化感到惊讶 而男人却表示这种力量 普通人应该不会使 况且如果自己没有天神的祝福 或许早在那场献祭中就死了 画面一种 男人正在森林中奔跑 面对路上遇到的狼人 男人也是当场将其击飞 虽然自己的实力得到了提升 但他完全高兴不起 因为那该死的女神毁掉了他的自由 伴随着天神的侄女 男人回到了村庄 接下来 我该惩罚那些隐含之人 他曾以一己之力 救下整个精灵世家 却惨招追杀被迫跳下悬崖 而如今 他将要好好报复精灵一笔 就在刚刚 男人正打算溜进村庄 却发现守卫如此森严 此时天神正催促着男人赶快醒 虽然并不知道天神为何会开始帮助自己 但男人还是选择相信 因为他跟自己的直居不谋而合 只见男人以小刀为之地 朝着村庄奋力一跳 随后便安稳落在了村里 看来我是幸运人 因为并没有人在这里 此时天神自豪地表示 你可要好好感谢我才行 至于我的下一步行动 只见一名士兵迎面对你 而后男人将其悄无声息地抹杀 感觉人类与狼人并没什么区别 虽然我并不想杀你 也知道你也有家庭 但都是因为这该死的意识 害得我与家人们几乎不能相比 我再也不会让你们 躺在我的头上 画面一走 望着面前堆积如山的人类 为何失去了那么多名士兵 却没有任何人注意到 那这样我该如何 才能找到精灵一组 忽然间男人想到 精灵与人类都一样会吸引 我应该往浴室的方向去寻找 此时天神正嘲笑着男人的愚笨 而在这时 一道声音吸引了男人的注意 原来是人类抓住了精灵一组 看来事情发展得越来越隐峻 与此同时 一名精灵少女正在熟睡中被抓住 看来别的精灵都是这样被抓走了 画面一转 来到一处地下求是 我们不能让精灵们活着离开这里 否则他们会再次夺走我们的家园 此时为首的开始说话 让我们开始吧 只见人类不断击杀着面前的精灵一组 整个室内都充斥着他们的阵阵哀号 片刻之后 他们就只剩下了最后一个目标 那便是精灵女一员 她在精灵一组中有着很高的敌人 如果将她击杀 一定会招来毁灭性能报 我完全理解你们的感受 然而你们却杀死了我们的住室 竟然只是为了守住你们的秘密 此时黄毛开口表示 如果你能保守这个秘密 那我们将放你出去 但你认为我会接受这种威胁 即使你撒谎我们也会让你离开 可你为何偏偏要与我们作对 因为精灵可是从不会说话 那我们将别无选择 我们会让你尽可能地感受不到痛 正当面前的大叔欲想推荐之时 此时一阵打斗声传 精灵女一员缓缓缓睁开双眼 只见一名男子赫然站在她的眼睛 居然是你 男人只是被精灵亲了一口 竟因此获得了来自精灵的祝福 还是个高等级的存在 而在这时 只见一名男子站在她的面前 居然是你 看来我们又见面了 不过我应该先解决掉面前的两人 而无论是精灵还是村民 我从一开始就决定不会放过她 此时一名女子正肯求着男人能够放过自己 虽然她所使用的语言男人能够听懂 不过也于事无 男人抬手就将其当场斩杀 而另一名想要借机逃走的女子 也被男人扔出的小刀当场第一 行动比想象中的还要容易 看来提前解决大块头是明智之处 与此同时 精灵女医员朝着男人发出了求索 可男人却根本不许她的意思 只见她将其状态窗口显示出 她是故意给我看这个的 我只有一个祝福 而她却有三个 并且祝福等级都很高 驯服 驯服动物的能力略有提高 驯服警惕性动物的概率显著提升 可她为何要给我看到这个窗口 你是否叫做布莱斯 精灵给予了肯定的答案 不知道是否受到了局外人祝福的影响 男人竟对眼前的精灵有了一丝心动 此时天神发来强调 你可是局外人 一只孤独的野狼 我知道了 如果我不再是一个局外人 我将受到天神的惩罚 渴望着面前楚楚可怜的精灵 男人还是动了侧影之心 尽管他之前打算将所有人杀掉 但如果他真的这么做 那跟这些人类又有什么区别 以后的事情你就自己看着办吧 而在这时精灵一个亮枪即将摔倒在地 男人眼急手快一把抱住他 谢谢你康汉笑 他居然知道我的名字 片刻之后 男人搀扶着精灵走出来 而当男人向着天神询问 为何村子会如此安静之时 他却是一脸不满 甚至表示如果不将精灵抛弃 那他将永远不在大里 画面一走 两人正在森林中奔跑 此时精灵示意男人往空中方向看 竟是一只凤凰飞过头顶 然后示意男人将他放下 只见他静止朝着凤凰走 在他身旁轻声滴雨了几句 这是在使用驯服让他成为他的伙伴们 随后精灵转头看向男人 不断诉说着对男人的感情 紧接着就亲吻了他的嘴 这一幕就连天神都觉得非常震惊 再见了 康汉秀 我们一定会再次相见 随后便乘坐着凤凰像的女人 与此同时 天神正向着男人发泄心中的不满 我不敢相信我的初吻就这么美了 而在这时 他们注意到了男人的状态窗口 竟多出了一个来自精灵的祝福 居然是新的祝福 还是个高等级的 男人身为一级废材人类 竟能将恶魔之王的下属当场下垮 甚至是仅凭一个眼神 就能让其当场给他跪下 而在这时 望着窗口上新增的祝福 男人显得非常兴奋 随后查看起祝福属性 精灵 作为精灵的朋友 你的青春与寿命得到了大大的增加 从精灵那获得的所有效果 都将大幅增加 这真是太棒了 因为使用狼人剑术会消耗自己的寿命 但如果同时使用这两种祝福 那我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而一旁的天神仍是对他爱答不理 其实我真正高兴的原因 是因为我终于抛弃了那个精灵 闻此 天神顿时心花怒访 这次我们去趟遥远的地团 此时一个无辜的狼人正迎面走 男人一把揽住他的脖子 并友好的对他说道 带我去参观一下你家吧 画面一准 眼前的狼人正发出阵阵哀嚎 此时 男人已经杀穿了狼人的大肚子 天神好奇地询问他到底杀了多少狼人 记不太清楚 大概一千多只把 他曾在战斗中无数次地查看自己的窗帮 虽然增加了一个祖宗 但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他无法升级 男人也预料到了 自己会因为女神的诅咒而升级缓满 但他没有想到竟是如此困难 此时天神也是表现得一脸忧愁 不过这个诅咒是怎么回事 有好的种族会对你感到害怕 反抗你的概率将会大幅度增加 这下我成了真正的局外人了 这时一旁的手镯吸引了男人 这些东西本来是够用就好了 但是因为我不能升级 所以我变强的方式只有选择才能 与此同时 一群狼人正悄悄逼近 看来还有剩下的狼人 紧接着狼人们朝着他发起了进攻 我很感谢你们的到来 因为你们的存在 让我能够更加熟练使用自己的利益 所以你们准备好怎么锁 画面一点 男人收获了大量的金币 正打算将其交易 却苦恼应该如何勾搭 那边那个等级一的人类 是否注意到有击杀大量狼人的家伙 闻此 男人一把拽住恶魔 并兴奋地表示你居然会讲人类的语言 你叫什么名字 长得很像狼人 但也许我们可以成为好朋友 可他却是一脸不悦 我可是恶魔呀 你长得这么斯文居然是恶魔 男人回想起女神曾经说过 恶魔之王是非常强大的徒仔 而眼前恶魔之王的下属 居然这么的弱形 你实在是太无礼了 自称是朋友结果见面就给了我一拳 又不是所有恶魔都是非常强大的徒仔 而望着眼前哭哭啼啼的恶魔 男人感到非常抱歉 你明明是个等级一的家伙 为何会拥有如此离谱的力量 那都是多亏了神的祝福啊 你少不有人了 一个诅咒比祝福还多的家伙 你居然能看到我的窗口 那是当然 所有窗口都逃不过我这只恶魔 男人只因不想成为老恶魔的第243任丈夫 而选择离家出走 却因此碰上了身为一级废材的人类男主 本以为可以以大欺小 可没想到却被欺一个眼神 吓得当场跪倒在地 就在刚刚 男人正疑惑为何他能看到自己的窗口 那是当然了 因为任何窗口都逃不过我这只幼脸 可你是不打算松开我的脖子了吗 这是朋友之间问候的方式 听起来好像就是如果你不是我的方 那我早就扭断你的脖子了 你确实挺聪明的 因为我是一名黑魔法师 而如今为了躲避结婚才远离不幸 这么年轻就要结婚了吗 因为这副身体已经到了试婚年龄了 闻此天神当即来的兴趣 表示想要知道他更多的事情 所以你到现在还没有结婚吗 没结婚就死去不会觉得太坦了 越是强大的恶魔就能拥有越多的配合 而我是为了不想成为老恶魔的第243任丈夫 才离家出走的 这可真是太可怜了 我才不需要你的可怜 但是你为何到现在都还能自由行动 男人并不理解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使用了能让精灵一族都无法动弹的药剂 可他居然对你毫无作用 你真的是一个人类吗 跟那个男人使用的药剂一样吗 该死 你让我想起了不好的回忆 只见恶魔当即使用魔法将其束缚 却被男人轻松震开 你这是在做什么 你简直就是个怪物 居然这么容易就挣脱了束缚 随后只见男人开口喃喃道 你跟村长到底有什么关系 这简直是个愚蠢的问题 那么多村长我怎么记得住 我是指胸前有个狼头的村长 此时恶魔突然想起 那是个站在死亡边缘的人类 我只是顺手将他从精灵的诅咒中解救出来 所以 就是你帮助了他吗 画面一准 那个男人简直就是恶魔 竟然把我的身体当成树枝随意挥舞 朋友 那个要求你考虑的怎么样 我觉得稍微有点过分 那你是想死吗 并不是 请稍微等我一会 只见恶魔使用魔法将自己制补 那是类似局外人的能力吗 所以现在可以帮我吗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附近的城市中有味可怕的圣灵 我还没有结婚 所以我不能死 不过我可以带你前往二号城市 如果是那个地方我乐意效劳 然后男人答应了他 因为他也不想前往的城市中遇到了神的手下 紧接着恶魔表示 他们要朝小鹿仔开心 因为最近骑士团开始管控森林 虽然对于男人并没有什么影响 但对于身为恶魔的他来说非常的危险 男人对此表示没有任何意见 因为他也对语言问题感到为难 画面一转 男人好奇地询问恶魔叫做什么名 我叫做科格莫斯 是第十四任魔王的第三百四十八任妻 生下的第二十三的孩子 人类非常重视王族地位 而在魔族 地位并没有什么高低之分 所以简单来说 你就是个一无所有的小恶魔 此时天神正催促着男人赶快离开森林 与此同时 恶魔发现了一个脚印 看来他们离走出森林不远了 来自天神的祝福竟是一种祖宗 他并不只是重置伤害 甚至能够重置男人获得的所有经验 而当局外人的祝福与勇士的诅咒同时存在时 男人就注定了永远无法升级 就在刚刚 望着眼前巨大的脚印 看来他们终于能够走出这片森林来 不过现在还不能掉以轻心 因为森林过后就是歧视王国索马斯的领地 同时也是兽人的领地 男人对此充满着期待 希望能够遇到善良的家务 兽人可是比狼人还要难对付的存在 只见几只剑兽的兽人映入眼 与此同时 他们嗅到了人类的气 该死 我们被发现了 你没有想过你那红色的影迹 在黑暗中非常的明显 这个我早就知道了 那你为何不将它隐藏起来 因为我觉得它很酷 况且它能够让我在黑暗中看得一清二楚 只是区区十只兽人而已 不用大惊小怪 随后只见男人纵身一跃 男人本想语气交谈逆反 可却被他们嘲笑为一只兽猪 我可是一个人类啊 而他们却仍然对此喋喋不休 兽猪兽猪的真是有够烦的 看来也没有必要交谈下去了 只见男人掏出小刀 瞬间击杀了面前的兽人 此时兽人们正一脸震惊 现在让我们看看到底谁才是兽猪 只见男人一个照面就将其击杀 你不是说过他们很强吗 我看也不过如此罢了 画面一转 男人已然解决了所有兽人 不过兄弟既然你跟我同行 你多少应该做点什么 此时恶魔正在地上来回翻过 这是什么玩意儿 看起来很危险 而他却是示意我看向天空 只见一头白龙赫然出现在眼前 有位圣女骑在那条龙上 她的实力很强 能在大老远精准击中我 可那边是精灵王国 如果圣女去往那边的话就糟糕了 虽然大难不死 但我们两个遇到了圣女 真是不足备 可我们必须弄清楚 圣女为何要前往精灵王国 但现在你不应该担心担心你自己 这点小伤不算致命 但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回头 所以你必须背着我走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画面一转 男人正背着恶魔前行 此时天神发表意见 你应该将他扔进兽人嘴里 男人感觉糟糕透了 恶魔也感觉不妙 要是被别人发现人类帮助了自己 那以后结婚的计划就泡汤了 话说回来 你这么强真的是人类吗 我可不是普通的人类 因为我差点成为英雄 你居然差点成为英雄 看到你的状态我很震惊 勇士的诅咒主要是给恶魔用的 当恶魔败给勇士之后 恶魔就很难提升等级 而对英雄复仇也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你是如何存活至今的 只有一个精灵的祝福 倒是还有一个局外人的祝福 它的效果我还不太清楚 而我曾旅游各国收集了大量信息 却从未听过局外人的祝福 如果是类似的诅咒 我倒是能够想法 同志所有受到的伤害除死亡之外 这可能就是你能够存活至今的原因 因为这简直就是个欺骗性的祝福 如果按照你这么说的话 那这个祝福比诅咒更像是祝福 因为无论获得多少经验 自己的状态只要受到重挤 那就永远不可能升级 但你为何会如此成大 好像还真是 此时 一旁的天神正默默地叹了一口气 男人只是喊了句这有女人 竟招来数万只受人的集体围攻 而在这时 天神默默地叹了一口气 他正静静地回想着过去 画面一转 恶魔的双腿已经恢复完毕 没想到你居然能够隐藏你的双脚 因为我们即将进入城市 需要低调行动 而他确实比狼人还要聪明 不过他所说的二号城市 到底还有多远 与此同时 一辆马车正在飞驰 原来是被一伙兽人盯上 于是士兵们奋起反抗 区区一群兽诛 居然敢跟兽人发起冲 这可真该死了 而再不远 男人正注视着这一切 你不去帮助他们吗 男人决定还是先进观其别 毕竟他还做不到 相信世界上所有的 另一边 兽人们团团包围了马车 忽然间他们好像嗅到了女人的胃 而在这时 只见两位女子从马车上走下来 紧接着就对着兽人发起进攻 一瞬间就将兽人们击倒在地 这可真是太没意思 你对你的同类活着不感兴趣 并不是 只是遗憾失去了复仇的机会 而这些女子好像是这个世界的精英 如果跟那些人有所亲近 那么在一世界生存下去 将会变得非常容易 随后只见男人朝着天空大喊 这里有只非常漂亮的母猪 因为勇士的诅咒存在 所以人类并不懂我在说些什么 不过那些兽人可就不同了 此时恶魔还不理解他为何要这么做 适当的危机会让整个事情变得非常有趣 一瞬间 数以万计的兽人扑灭而来 这可把他们吓得当场愣在园里 就连恶魔也没有想到 他居然能够利用捕咒呼唤兽人 而现在让我们来帮助他们吧 此时天神表示 你应该让他们就这样死去 就请理解我这一次把局外人的事 另一边 他们已然被团团围组 看来 我应该等一会再过来的 你这只兽猪是谁 我只是 路过的天神的石 最后只见兽人一刀斩下 男人瞬间跳开 看来兽人们的反应都一样 紧接着他们朝着男人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你们的行动我早已看得一清二楚 此时恶魔提醒的男人想心 下一秒 一只红色兽人扑面而来 却被男人轻松抵挡 战斗中怎么能够掉以轻心呢 然后只见男人一拳将其当场动传 突然朝我扑来 真是吓我一跳了 不过你刚才让我注意什么 你就当我没说过话吧 但眼前的兽人突然变成红字 是跟狼人一样的能力吗 也许我应该观察观察他 与此同时 士兵们对着男人表示了感谢 而男人多多少少能够听懂几句 因为在与恶魔的交谈中 他曾努力学习过 此时天神表示 这不是他的作法 他提议男人应该将他们全部击杀 而男人却表示 还请天神忍耐一下 紧接着男人将红色兽人的断手扔向兽人 请能够变成红色兽人的举起手 如果做不到那就算了 男人被精灵夺去了初吻 却因此获得了C级祝福 要知道与精灵结婚也只有一几 可想而知男人的地位有多么的重要 而他也没有想到这个祝福居然帮了他大忙 就在刚刚 男人一把将断手扔在前面 请能够变身成为红色兽人的举起手 如果办不到那就算了 画面一转 男人将面前的兽人尽数斩杀 这样做好了 你看看他们的样子 只见他们满脸害怕的样子 是我做得太过火了 你倒是想想办法 随后恶魔威慰上前 我是法师科格莫斯 他是剑士康汉秀 而从他独特的名字不难看出 他并不懂西方的语言 可他身上带有勇士的词咒 确实如此 但他身上还有C级精灵的祝福 要知道和精灵结婚的人也只有一几 可想而知精灵对他有多信任 所以精灵拿走了我的粗吻 没想到还是对我有好处 可我会被误会都是那该死的女神海洋 紧接着恶魔开始了翻译 他表示很抱歉 不该怀疑他们的就是 有个人帮忙翻译真好 我终于要得到别人的信任了 此时天神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并表示背叛天神的使徒 只有死亡这一下子 想要得到别人的信任并不是那么容易 画面一转 男人独自坐在火堆旁 这都是因为你的好意才变成这样的 虽然你不生气了我应该感到高兴 可因为这个欺骗性的祝福 只要重置了所有状态 那我就永远不可能生结 此时一位妹子迎面走来 我记得她叫做朱丽亚 是异世界中的贵族小姐 但是翻译跑去睡觉了 这可怎么办呢 只见她掏出小刀 并在其身上注入蓝色气息 随后示意男人也展示一番 那你就看好了 只见男人伸出食指 一股红色气息浮现在眼前 而这一幕却让妹子看得一脸震惊 可随后她就想到什么 当即朝着男人一把跪下 而她却完全看不懂妹子这番行动 她还以为她是嫌弃气息太小 于是将其放在了小刀之上 可没想到妹子却是转身离去 这一番行动让男人彻底摸不着头脑 女人的想法真让人捉摸不透 画面一转 所以这些都是女人雇来的猎人吗 那是当然的 此时一名士兵提问 为何男人只有一级却这么的强暗 是有什么特殊的训练方式吗 恶魔随即对其进行了翻译 其实你大可不必回答 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冒昧的问题 而身体就是猎人的仪器 当涉及到这样的问题时 他们就会非常的厚脸 你是指猎人有点不要脸吗 不要误解我的意思 他们也只是想努力活下去 那他们为什么要当猎人 因为当你有猎人的祝福是 你可以通过完成任务获得经验 你说的经验 等等 这个方式并不包含在那个祖宙之主 而阻碍我获得经验的只有狩猎人 也就是说 我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获取经验 你在说些什么 我想成为猎人应该怎么做 我终于找到了变强的方式 男人首次注册成为猎人 就获得了地级祝福 要知道 一般人也只能获得来服务 而这都是多亏了贵族小姐们的帮助 就在刚刚 男人终于找到了变强的方式 画面一转 男人对于来到城市显得非常高兴 可下一秒他就觉得非常厌恶 因为这里散发着阵阵恶丑 那是肯定的 在运输的过程中 几天不洗澡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而且你也没资格说话 因为你浑身都散发着受人的血腥味 你这话就有点伤人了 你可不是人了 可话说回来 刚一进城猎人们都消失不见了 根本不用担心他们 因为他们无非就是跑去娱乐 一世界居然还有水果 你又不会感到饥饿 但在你吃之前 你应该考虑考虑两位贵族小姐吧 说的也是 而他们为了更好地报答我 建议同住一个旅店 男人表示没有任何一点 但此时天神却表示非常不义 可我们什么时候去猎人公会 不过在那之前 我建议你先去西方 画面一转 只见一只史莱姆正西流的衣服 居然能够清除衣服上的沉 我喜欢这个玩意 你可千万别动什么坏心 而现在你应该先放下它 然后去换衣服 作为一名绅士 我们应该在淑女到达之前提前抖后 而为了以防万一 我把你的衣服也一起准备好了 画面一转 我真的有必要换套衣服吗 而望着面前正在搭讪的恶魔 真希望他能够受到制裁 与此同时 两位女士也来到了目的地 抱歉让你们久等了 紧接着恶魔就充当起了翻译 没关系 我们也才刚到 虽然明明已经等候了很久 随后男人表示想要先去吃饭 恶魔也给予了转述 可他却表示吃饭可以多等我 我们先去康汉秀想去的地方吧 看来异世界也是有好人存在的 画面一转 该死 我没想到会被一张纸给卡住 早知道我就多学点字了 而恶魔却是趁机嘲讽 你不要觉得甘大 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猎人比里皆是 你就按照这个来写就行了 可因为勇士的诅咒 就算是看着来写也会觉得很酷 片刻之后 男人终于牵上了自己名字 随后只见窗口泛起一阵灵光 紧接着就多了一个猎人地级祝福 第一次评估就是地级 你应该好好感谢那两位小姐 是他们堵上了自己的等级 来保证了你的实力 片刻之后 来到屋外 妹子交给男人一张图组 这是你的第一个任务 击杀兽人 这是通过减少他们的数人 来抑制他们繁殖的任务 而你的回报多少 取决于你带回多少兽人比 这真是太棒了 更不用说 有这两位小姐作为幼儿 此时天神好奇地询问 这是否又是一尘俘虏 当然不是 这次将会是一场毁灭 明明身为一级人类 可实力却堪比一级勇士 仅仅一人就能灭掉整个地区的兽人 甚至成为让兽人们多闻风丧胆的存在 而在这时 男人收到了自己的第一个任务 这会不会又是一场独鹿呢 当然不是 这将会是一场灾难 画面一转 长发妹子正击杀着一只兽人 却被其一把暗倒在地 而在这时 一道火球骑来瞬间将其击挡 可似乎未对其造成巨大的伤害 此时另一只兽人被扔了过来 瞬间将其击杀 我曾见过各式各样的猎人精英 但类似康汉秀这般特别的人 我却从没见过 只见康汉秀疯狂击杀着兽人 就宛如地狱归来的战神一般 片刻之后 望着陶醉其中的康汉秀 莱莎请求男人能够适当休息 此刻男人愣在了原地 我会转告我的朋友休息一回 那就拜托了 他的精力为何如此旺盛 消灭了如此多的兽人 居然连一滴汗都没出过 我很惊讶你居然会第一个喊 你也别装了我都看到你的腿在颤抖 不过康汉秀真的挺了不起 没错 虽然他说是多亏了他的注目 我是指他的剑术 你是法师可能看不出来 但他所使用的剑术非常的疯狂 稍微有点闪失就会毁灭自身 而他居然整天都在使用这种危险的剑术 这怎么可能 我也不太确定 但我只能认定他是天才 与此同时 恶魔嘱咐男人现在得休息一回 于是男人拿起书本开始学习 此时长发妹子表示自己已经升到了15级 看来我们的差距越来越大 因为这个助理 排名越高升级就越容易 等级越高就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但相对的 排名下降也会失去原有的好处 来杀 这次我的目标将会是B级 这样不会太勉强了 如果只有我们会很困难 但这次不太一样 那个男人看起来是在做任务 但实际很注意我们的安全 原来你有很仔细观察他呀 而在此时 男人一把合上书本 他这么快就学完了吗 只见他大喊一声 你比我强 你们先生 顿时周围陷入一片寂静 作为一名法师和学者 虽然这个人有点傻 但他成功地引起了我的好奇心 不过我应该先教他怎么说话 与此同时 圣语发现了男人的书包 给你三天时间弄清楚 这个叫什么名字 但不能被任何学生发起 不过这个书包的存在明显 就是女神的事 就连那个女神也会出现失误吗 紧接着手下传来一条信息 猎人村庄发生大规模死亡事件 当地居民们认为 是一厢人回来报仇 难道是那位勇士吗 传我命令 务必仔细调查 这个一厢人的身份 另一边 男人正默默地坐在火堆旁 身旁的伙伴都已陷入了沉睡 只见男人一把掏出书本 我必须学习这门语言 此时天神饶有兴致地 看着书上的图 你喜欢这个插画吗 天神表示自己非常的喜欢 那其他的神啊 天神表示自己并不知道 我需要知道周围 是否有其他的神 那样我们就可以避免遇上他 只见天神抬手一指 神大多数都在那个方向 那个方向是 科格莫斯提到过的神殿周围吗 那里应该有邪恶女神的圣女下水 看起来我们要加快速度 在实力不够的前提下 我要尽量避免遇上他 男人消灭了整片地区的兽人 甚至是击杀了一群盗贼 可他的等级仍旧是一 而这一切都将归咎于天神的祝福 就在刚刚 男人认为在实力不够的前提下 还是尽量避免遇上他们 此时天神正吵闹着想要翻看书本 只见男人轻轻将其和尚 下次再看吧 我们已经被人类包围了 打扰了天神的雅兴 他们应该受到惩罚 随后男人将恶魔唤醒 保持安静 我们被人类包围了 确实如此 然后男人一并将两位妹子叫醒 此时草丛中亮起无数火光 紧接着人们缓缓从中走出 只见带头首领走上前来 他在说些什么 他希望你能够交出那个地区 兽人的所有战利品 还表示两个男人一定会死 但贵族小姐们要是投降 就会放过他 这些家伙是看不起谁了 本来被传送到异世界 已经够生气了 如今还要遭受歧视 我一定会好好地将你们送我 可人数比想象中的还要多呀 如果在战斗中 还要保护他们 那将会是非常恐怖 看来只能使用这个袋 只见男人朝着他们大喊 这里有很漂亮的人 而下一命 他们就发起了进攻 这可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随后男人上前朝着首领挥出一箭 当场将其击退 而他们还没反应过来 只见一群兽人纷纷加入了战场 男人邪魅一笑 现在可是能够获得双倍惊艳的时刻 只见男人一个顺身赏过 这些人都太弱了 此时一群人对着男人发起了进攻 男人只轻轻挥出一箭 就将其当场斩杀 而后首领趁机偷袭 挥出一箭当场击中男人 真是太可惜了 这可是我最喜欢的披风 而在其难以置信的目光中 男人当场一拳洞穿了他 现在让我看看 法师跟剑士都做得不错吗 大家都忙得很 此时天神表示自己只想 紧快结束后看到书 画面一转 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 男人扛着一大袋兽人的鼻子 回到了城里 这么多够了吗 要不是因为他们我能得到更多 你就不怕他们累死了 这是你们完成任务的评计 他们说非常感谢你 因为和你在一起打链 他们整整升了两极 而我也托你的不提高了等级 真是太感谢你了 以这个小恶魔度有二十字 让我看看我长了多少经验 居然是一 这是怎么回事 此时天神心虚地看向一边 难道是你干吗 天神 他曾是万人敬仰的阿萨天神 如今却成为了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 他曾无数次给予人类帮助 可换来的却是数之不尽的辱骂与埋怨 当生命还没出现的时候 他早已诞生在这个世上 而在某一天 生命发现了他并将其称为天神 他们渴望能够得到神的帮助 于是他成为了阿萨神 因为生命需要神的帮助 从那以后 越来越多的神开始出现 他们开始用各自的方式帮助着生命 在他们的恩惠下 生命得到了进入 但生命无法接受不同种族的存在 于是一场斗争开始了 伴随着时间的流逝 在某一天 阿萨神发现了一个垂死之人 你是否想要活下去 男人迫切地希望自己能够活下去 于是神答应了他 并给予了他帮助 而在神的帮助下 男人变回了婴儿状态 神为其找到了一个家庭 并为这一切而感到自豪 时光流逝 阿萨神再一次来到村庄时 婴儿已经成为了少年 神高兴地询问他是否还需要帮助 可却是换来一通辱骂 我要组咒你 都是你毁掉了我的一切 我明明可以拯救他了 而神只能向其表示道歉 随后慌忙离开这里 他并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 自己只是想要帮助人类 后来 越来越多的人类请求神的帮助 神也都给予了回忆 但他们无一例外都在埋怨着神 而神对此实在是不理解 又过去了数百年 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于是天神们开始制定新的规则 勇士 魔王 祝福 所有神都适应了这个规则 而唯独阿萨神除外 可在某一天 阿萨神再一次遇到了求助 你想活下去吗 即使会失去一切 男人给予了肯定的答复 阿萨神很高兴 因为有人需要他的帮助 伴随着一道绿光降临 男人瞬间恢复了状态 而在这时 他却注意到了自己的等级变回了一级 阿萨神表示自己提醒过你的 男人却表示只要活着就行 至于等级不过是从一级重新开始吧 可后来他才发现 自己因为这个祝福根本就无法升级 虽然天神拯救了我 我也不应该对你有所抱怨 但我还是想给你一个忠告 请你以后不要再给任何人祝福 因为这是比夺走生命还要更加可怕的阻挡 至此阿萨神这才意识到 自己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 因为没有人会需要他 直到那一天 男人的呼唤再次唤醒了他 他又一次发现了将要死去的少年 拥有勇士诅咒的少年 阿萨神出于好奇拯救了他 而为了防止他发现真相后会对其有所埋怨 于是他将祝福的名字更改为局外人 而如今 阿萨神猜测 男人应该已经发现了祝福的秘密 天神救下了可怜的男人 并赐予了他神的祝福 而男人并不知道 这是一个比夺去生命还要可怕的诅咒 就在刚刚天神猜测到男人也许已经知道了真相 那真是太糟糕了 我就不应该浪费时间去处理那些兽人 天神却是一脸惊讶 难道你不生气吗 只见男人嚷嚷着要去买本新书 此时天神正默默的祈祷 你又在祈祷我安静的死去吗 当然不是 那你是在祈祷什么 这可是个秘密 画面一转 他们来到图书馆 因为等级不能提升 所以我想找到一把强大的兵器 不过你看的好像都是童话书馆 那样是找不到兵器的 而贵族小姐们在离开的时候曾经说过 有可能会在大海里找到宝藏 那如果是因为太过危险而保留至今的遗迹 你不觉得很有趣吗 但那些遗迹都被这个国家的歧视所看守 他们很强吗 我可以保证他们比现在的更加强大 随后男人来到一处草原破满器 真的不可能升级了吗 我还以为歧视只是虚张声势的存在 真的没有任何办法 此时一道声音吸引了男人的注意 该死的兽猪 交出身上所有的东西 我现在心情非常不好 马上消失在我的眼前 居然会说兽人的语言 随后只见兽人对其发起进攻 真是自讨恐事 只见男人一拳轰在兽人胸前 你根本不懂失去梦想有多么痛苦 连能够探险的遗迹都没有 在这一世界没有梦想与希望 我应该怎么办 男人一拳一拳发泄着自己内心的不满 是有一记的 男人愣在了原地 我知道遗迹在哪 所以请不要再打我了 附近有个超大的兽人遗迹 你早说不就完了 亲爱的朋友啊 能否带我前往遗迹呢 只见兽人带着男人缓缓前进 那个遗迹是否存在很久的 我只知道在我出生以前 遗迹就在那 虽然我会指引你前进的方向 但这么强的你是进不去的 片刻之后 他们来到了目的地 可面前并没有任何东西 而在下一门 一座遗迹赫然出现在眼前 此时兽人正庆幸 终于甩掉那该死的兽子人 这么大规模的遗迹 我还是第一次对了 你怎么会在这里 不是你带我进来的吗 可这里只有九级以下的人才能进来 那就没问题了 因为我的等级是一 男人侧身躲过 兽猪居然进入了我们的地盘 难道这是兽人村吗 这时兽人们正不断嘲讽 注意 这个男人并不简单 他拥有很强的实力 兽人们 能否让一让路吗 算了 还是杀过去吧 男人只是随手击杀了三十万只兽人 竟因此获得了新的诅咒 而他击杀的兽人亡魂 都将在梦中对他进行无尽的尊王 就在刚刚 一群兽人挡住了男人的去路 兽人们能否给我让让路呢 算了 还是杀过去吧 只见男人腾空而起 这只兽猪居然会飞 此时天神正默默地为十万只兽人祈祷 紧接着就传来兽人的阵阵惨叫 画面一转 兽人们正寻找着男人的踪迹 不到片刻 男人已然干掉了过半的兽人 真是没完没了 该死 这到底有多少兽人 不过所有出口都被封过 我该如何出去呢 此时兽人们发现了他 并对其发起了进攻 真让人恶心 可随后追来的兽人都被抢在了墙里 现在就让我们看看谁能笑到最后 然后传来兽人们的阵阵态 居然瞧不起我是个一级 看来你们也没什么特别 让我看看状态会有什么变化 狐鹿升级成了C级 这是一个全新的诅咒吗 大屠鹿 你击杀的王者出现在你梦境中的概率增加 噩梦将会一直持续到王者离去或得区 这是不是意味着我击杀的兽人将会在梦中欺负 虽然我可以不睡觉 但你不觉得诅咒升级后又新增了一个诅咒 这也太过分了吗 没想到拯救人类的代价竟是一个诅咒 然而男人却听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 该死 我应该把科格莫斯带过来的 那边那个装死的兽人 我知道你还活着 你是否知道如何出去 一记的入口与出口不同 而唯一的出口就在一记中间 随后男人前往一记中间 这就是他口中所说的出口了 可这也没什么特别的地方 难道需要使用魔法才能出去吗 而在这时 一道绿光降临 就是你毁了我们的家园吗 回答我的问题 这也是兽人吗 可真是华丽的登场 回答我的问题 人类 这个兽人比现在的我还要强吗 是我没错 因为他们挡住了我的去 就因为这个理由杀了三十万兽人吗 居然有三十万了 可花了我不少时间了 我是这座一记和兽人的守护神 知道一记秘密的人类 一个也不能活着出去 原来你就是守护神了 这样更好 既然这有守护神在 那就代表这有宝 只见男人瞬间对其发起进攻 两股强大的能量碰撞在了一起 他跟其他兽人完全不一样 下一步 男人的手臂竟被硬生砍断 你也不过如此而已 该死 只见男人拼死躲过致命一击 你真了不起 居然能在一瞬间躲过致命伤害 没想到紧交锋一次就对我造成如此伤害 你可别以为这就结束了 真是厉害的守护神啊 只见男人的断手瞬间恢复人间 难道是不死之身吗 男人的每一次受伤 都能令自己变得更为强大 如今她的祝福等级已经提升到了一级 但她的诅咒等级却从一级上升到了C级 而这也就代表着那该死的女神 已经知道了她还活着的事实 就在刚刚 守护神一脸震惊的模样 你难道是不死之身吗 可以这么理解 那也无所谓了 因为我会将你困死在这座遗迹之中 口气倒是不小 可是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与此同时 圣女从学生口中了解到了康汉秀 康汉秀一个拒绝成为勇士 而被女神送回地球的人类 可如果被人得知 此人并没有被送回地球 那么勇士对于神的信任将会遗落千丈 此时一位善神正默默注视着圣物 事情为何还没办法 居然是女神大人 道歉勇士之神 因为祝福的原因 我掌握了所有英雄的下落 可唯独找不到康汉秀 会不会是有别的神在刻意的地方 不过现在最要紧的 就是不能让任何人发现这件事 此时阿萨神正默默注视着这一切 在得知他们的计划后 天神这才悄悄离去 另一边 与守护神战斗的男人再一次倒下 你到底想要挣扎到什么时候 你问我到什么时候 那当然是直到你死去啊 你这该死的兽人 下一秒 男人再一次发起进攻 却被奇异枪打倒 画面一转 男人正研究着进攻方式 这个地方应该这样行动吗 此时身后传来问候 你好 原来是布鲁斯 他们是我从兽人手里拯救的人类 而他现在是这些人的临时领导 你有什么事吗 只见他朝着男人一通介绍着女人 却被男人一把吓跑 你不用在意他的说法 现在你自己看着办吧 紧接着男人就自顾自地研究起了进攻方式 画面一转 差不多就这样了 对于守护神的攻略完成了 而在这时 男人注意到了女人 难道他在这睡了一整晚吗 此时天神表示不要再偷偷看了 不过当务之急是要先打败守护神 阿萨神大人 请你看仔细了 只见男人一个顺身打出无数伤害 整个动作一气呵成 这套剑术如何 天神表示非常的惊讶 这是我昨天悟出的剑术 怎么样厉不厉害 只要有了这套剑术 我就可以欺负那个该死的守护神了 而在这时 男人的状态窗口发出了阵阵子光 只见男人的祝福提升了等 局外人的祝福从F上升到1 祝福等级提升了 感谢我尊敬的阿萨神大人 但是勇士的诅咒同意上升到4 而诅咒等级的上升 就代表着那该死的女神 已经发现了我还活着的事实 那看来 我们没有时间耗在这里了 这是只有勇士才能举起的圣剑 而在男人手里却变得异常沉重 气得男人当场将其折断 可却因此受到了来自圣剑的诅咒 就在刚刚 望着诅咒等级的提升 女神已经知道了男人还活着的事实 那我们也没时间在这耗着 画面一转 男人再次来到守护神面前 他表示自己这一次不会再逃亡 姑且信你一次 上来 我带你参观一下遗址 这前面不会有陷阱等着我吗 伟大的战士不屑使用这些戒指 请跟我来 而男人却是非常惊讶 这是什么地方为何这么宽广 这是古代培养勇士的训练场 受人勇士吗 并不是 而是那些没有被神选中的人 你们人类太过傲慢 于是我们在这个契机上 趁机占领了这里 只留下这个遗迹没有动力 那为何要留下这个遗迹呢 那是为了限制强者自由出入 但是只要有你在 我们的城市就不可能重建 所以你必须死在这里 你的口气倒是不小 不过在那之前我还有个问题 这里有宝物吗 这里只有为勇士准备的新手兵器 什么 那该死的女神 能用新手兵器解决吗 我想这是不可能的 此时 兽人猛然发起进攻 男人一把使出自己新创的剑术 只见一个人迎赏过 无数攻击随之而来 仅仅一天时间就能做到如此地步 等等 你难道是在寻找出口吗 我绝不会让你活着离开这里 受死吧 男人俯身躲过 我从昨天开始就非常在意那个地方 只见他一脚将其踹飞 一瞬间兽人身后竟打开一个洞口 紧接着就将他吸了进去 原来这就是出口 不打架就能解决问题多好 因为我从来都没觉得能够答应他 反正我也不能升级 没必要那么的辛苦 而我只要得到宝物就行了 画面一转 天神兴奋的指向一处 表示宝物就在那 这种荒废的地方真的有宝物吗 男人将信将疑的来到面前 这就是所谓的宝物吗 随即拿起一把长剑 天神表示这是入门级的圣剑 装饰非常普通的长剑 但有神圣气息覆盖在上面 不过为何圣剑会被扔在这里 天神表示只有勇士才能举起圣剑 紧接着男人手中的圣剑变得沉重无比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就因为我是个被举桌的勇士吗 男人随即一把将长剑打断 既然我不能使用 那其他勇士也别想使用 紧接着他就将所有圣剑当场得断 突然男人发现手里这把圣剑并不成功 而天神则解释这是个残刺 当场戏的男人又一次将圣剑打断 现在就剩下这一把剑了 这下他不是残词品了 天神表示对你的逻辑赞叹不足 可随后 男人就收到了来自圣剑的诅咒 男人首次穿越洞口 就被传送到了这该死的意识节 如今面对眼前这个巨大的洞口 男人突然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但他还是毅然决然地走了进去 而他将要面对的会是什么 就在刚刚 男人竟收到了来自圣剑的诅咒 不过就是折断几把破剑 至于给我这个诅咒吗 圣剑 制作者的血和泪强化了你身边所有的圣剑 你将很难再摧毁它们 可这真的是诅咒吗 居然强化一个残刺品 不过我想制作者也不会认为 会有勇士会损坏神 如今只剩下一把被诅咒强化的圣剑 接下来我们要先离开这里 虽然我记得出口在这里 可我们应该如何打开 该死的人类 男人疑惑地看向一边 只见一个人影朝着他静止冲来 原来是守护神魂啊 不过你怎么受了那么多 看来离开遗迹的你失去了大部分力量 但我可不会乖乖让你回到这里 只见兽人腾空而起 快给我让开 正好可以试试圣剑的威力 只见男人缓缓拔出圣剑 遗迹横斩划过 当场就将他的左臂斩起 看来这次轮到你痛失手臂 该死的人类 我失去的一切 连同三十万同胞的生命 今天将用你的生命来偿还 那我将拭目以待 随后只见男人奋力挥出一剑 当场就将其斩杀 看来在这一天的时间里 你的实力并没有任何长进 而在这时 天神却表示还没结束 只见兽人瞬间恢复了原样 还没来得及说话 就被男人一把按在地上 这下应该结束了吧 而下一秒 兽人净化作液体缠绕在男人手上 这是怎么回事 对了 如果我把这个状态的他扔进出口 那么他将必死无疑 可随后兽人净当场认输 表示只要不把他扔出一剑 那他将愿意做任何事情 任何事情都能办到 当然 你不是说想要出去吗 我可以将一剂的出入口 移动至圣剑周围 不过圣剑只有勇士才能举起 你是指这个吗 对 就是这个 您居然是勇士 给我看看你的状态窗口 随后只见窗口浮现 绿色守护者 不过你为什么会有勇士的赌道 那是因为杀死了勇士就会回到这里 然后什么是一剂的诅咒 一剂 你将被永远束缚在此 一切损坏一剂的做法都是被禁止 这就像是一种合约 为什么 因为在这里 我就能够成为不死之神 但我将成为测试新手勇士的最后对手 所以你并不是守护者 我只是兽人的守护者 同时保护他们的家园 不过我还是输了 我认识一个恶魔也经常哭鼻子 可你还不离开这里吗 勇士大人 你不是说过不让我离开这里吗 我希望您能尽快离开 那么我要求将那群人一并带走 虽然不能让知道遗迹的人类离开这里 但勇士大人的要求我无法拒绝 随后只见他大喊一声 我们回家了 此时一道出口赫然出现在他们面前 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该不会又要出事了吧 尊敬的天神大人 请帮我检查一下出口 而天神却对此表达了不满 请天神给可怜的使徒一丝怜悯 天神高兴地给予回应 只允许这一次 下不为例 此时身旁的人类一脸担忧 天神表示兽人是非常安全 不过我应该如何回到这里 你只需对圣剑说一声 我能听到的 那我姑且信你一次吧 随后只见一道金光亮起 等男人再次睁开眼睛 竟出现在了一个陌生的环境中 然后男人注意到了墙上挂鼓的圣剑 等等 你们快回去 阿萨神 你确定这是安全的地方吗 天神表示这里暂时安全 你是指以后会变得危险吗 那将会是非常危险 那我是否应该先离开这里呢 不过那是什么 为何这个会在这种地方 如此弱小的精灵女艺人 竟是传说中的火焰守护者 而她手里的不死鸟 更是相当恐怖的存在 就在刚刚 男人这才发现 自己的书包居然在这里 与此同时 圣语来到猎人村里的地下求是 我是来这调查猎人村屠戮一事的 听说有精灵女艺员被关在这里 是真的吗 千真万确 圣语大人 那可真是惹了个麻烦 火焰守护者 布雷斯 虽然她的战斗力不强 但她饲养的动物很强 特别是让其成为火焰守护者 不死女 我们不能容忍人类与精灵之间 发起斗争的行为 不过受害者表示 不会再追究此事 可那个异乡人 到底长什么样子 那个人已经死了 我是问长什么样子 他留着一头短发 就跟来访的勇士长得差不多 好了我知道了 随后圣女支开男人 圣女大人 那个亡灵肯定是他 虽然我并不知道 他为何能够存活 难道是受到了神的祝福吗 即使是有神的祝福 一级也是不可能打赢狼人 而先前死去的两位勇士 就是最好的利益 可所有的神都与我们同在 又是谁给了他祝福呢 但是如果书包的主人 与亡灵是同一人 那勇士们发现真相后 我们不是很危险吗 没有关系 现在其他勇士 仍在我的控制范围 此时 女神表示非常的不安 不用担心 至少你现在还没被发现 而与他相关的信息 我都处理得干干净净了 紧接着传来另一条信息 似乎淘汰比赛走漏了风声 我早就知道了 你不觉得这样更加有趣吗 不过 最近那位名叫张美颜的 勇士异常的积极 我倒是非常期待他的表现 另一边 男人扛着一大袋战利品 回到了城市 那该死的兽人 居然把我送到那么危险的地方 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而男人却很好奇 为什么恶魔没有离去 本来是想昨天离开 错过了时机 你是遇到了圣女吗 那怎么可能 遇上圣女早就死了 他是骑士王国的第一王位继承人 阿尔萨斯 是整个王国中实力排名第三的死人 而贵族小姐们告诉我 王子想要与你见上了你 你可千万不要乱说话 否则我的恶魔身份 很快就会被揭穿了 他可是圣骑士 因为他受到了圣女的庇护 可这与我无关啊 我不是说过王子想要见你 但我甚至都无法跟他们勾断 此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只见两位贵族小姐迎面走 我甚至都没有通知他们 看来他们对你非常的在意 此时天神表达了自己的不难 难道他们是来找我帮助他们升级的吗 只见贵族小姐们对其表示甚是想 他们还以为你是不辞而别 心里非常的难受 可是你为啥又多了一个诅咒 因为我跑去打练了 甚至是进入了一个遗迹 我一定要在这个城市与你分开 不然我到死都不可能结婚 至于翻译我们去购买一个精通语言的奴隶就行 画面一转 两位贵族小姐带着男人来到了王子府上 只见一名男人站在窗前 这么快就来了吗 康汉秀 王子穷极一生钻研的战斗技巧 却被男人如此轻描淡写地使用出来 而他的权力一击 更是让身为王国第三战力的王子都未知产 就在刚刚 男人在贵族小姐们的带领下来到了王子府上 康汉秀 你来了 这家伙长得也太帅了 感谢你的夸奖 我非常想要见到两位小姐都极力夸赞你 你居然会说我的语言 这是一种语言助谷 只要是王子就能够与所有物主交流 原来你就是科格莫斯说的那个王子 虽然我是王子 但你不必太过拘谨 紧接着王子朝着男人鞠了一躬 你不仅击败了兽人 甚至是救下了两位贵族小姐 对此 我表示深深的感谢 这只是我应该做的事情 不过我很好奇你的实力 所以恳请你能够与我切磋一步 你是指现代吗 当然不是 我们边吃边聊 只见男人狼吞虎咽地吃着食物 不过你身上勇士的诅咒是怎么回事 不知道你是否相信 我曾在勇士手下拯救过一位精灵 所以这就是精灵祝福的由来吗 但你是否还记得那位勇士的长相 我很道歉 因为我一开始就打中了他的脸 所以我并不记得 都是我不说的怎么可能记得 没关系 我们只要调查一下很快就能知道 虽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但我对那位朋友表示道歉 话说回来 最近平原上的兽人都消失了一般 毫无踪迹 你是否知道其中的原因 难道是我击杀太多兽人了吗 当然不是 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是我将他们消灭干净的 闻此 小姐们顿时感觉非常震惊 而只有男人淡定地回答着 也许就是你了 你可真是太有趣了 我越来越想了解你了 画面一转 来到屋外 就让我们用笔试来结束今天的晚会吧 不过我非常好奇身为一级的你实力到底有多巧 感谢你给我这个笔试的机会 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过为了以防万一 还是不要将圣剑展示出来 这居然是精灵的宝剑 我只是展示一番而已 如果简单的笔试都拿出兵器的话 那未免也太夸张了 所以就用这个吧 只见一股红色气息笼罩在手指上 而这却引来所有人震惊的目光 这真是太让人惊讶了 我经过无数次伤害自己才掌握的技巧 你居然这么轻松就使用出来 其实我也一样 虽然是一级 但他的实力为何这么小 我决定把我的备用长剑作为礼物赠送你 我允许你先发起进攻 那我可不客气了 不过我应该对他释出全部力量了 只见男人一把举起长剑 紧接着一股红色力量不断聚责 歇招把伴随着男人的一道斩击 一股红色能量冲天而起 瞬间引起了巨大的冲击 糟糕 我好像太用力了 那个好像是出口 我应该先逃跑再说 真的非常抱歉 我的反应怎么如此适合 而我的剑在他的力量之下 居然显得如此无力 康汉秀 真是个有趣的家伙 男人只是轻轻挥出一剑 竟能让身为王国第三战力的王子都未知颤抖 甚至有了想将他收入麾下的念头 而王子并不知道 他可是女神大人的眼中钉 就在刚刚 意识到闯下大祸的男人撒腿就跑 望着手中的断茧 王子陷入了沉思 康汉秀 可真是个有趣的家伙 此时 小姐们上前询问王子是否安好 我没事 不过世界可真是广阔 看起来他好像也很惊讶 居然马上就逃走了 他可能是害怕打伤了我吧 不过我想向他道歉 你愿意帮我吗 他应该就在旅店 我们先回去看看 一会再来通知你 我好像找到了初次学见时的那种兴奋 与此同时 圣女发现自己的房内有人来 这里肯定有入侵者 你们先出去 没有我的允许不准进来 而下一门 圣女却愣在了原地 只见房内已然空无一物 就连墙上挂着的圣剑也不知所谓 其他东西都还好说 可就连代表着女神撒谎的证据也不消失 紧接着圣女将女神换来 康汉秀的书包丢了 有人进入我的房间将她拿走了 你应该将她早点销毁了 此时女神表示极为不满 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只能听天由命了 这难道就是你的答案吗 别再问我有什么办法 你自己去寻找怎么样 此时女神不耐烦地离开了这里 该死 单单一个康汉秀就让我偷偷 这次又会是谁呢 这时 身旁的通话水晶让圣女有办法 也许我可以寻求王子与精灵王国的帮助 画面一转 王子 大规模受人消失事件调查的怎样 现在报告调查情况 这次想让勇士们狩猎狩人的计划 恐怕很难实施 因为狩人目前并没有增长的迹象 而我曾询问过一只狩人 他表示他们的栖息地被恶魔占领 虽然是恶魔吗 是的 但是这些信息还没得到证实 那看来我们需要加强对恶魔的监视 不过 我有个建议 与此同时 男人正慌慌张张地回到女殿 我必须尽快离开这里 不然要是被抓到伤害了王子 就要被就地处决了 你不用担心我 逃跑对我来说很容易 你居然真的去了那里 该死 那我该怎么办 只见男人对着圣剑难难道 快开门 兽人 下一秒 一道巨大的洞口赫然出现在眼睛 这是高级空间魔法吗 我还以为你不能使用魔法 我没时间解释了 你快从城市北门出来 我不会等你太久 该死的家伙 与此同时 居然有攻击精灵的勇士 不知道长相女王子 除了伤到的脸 我倒是记得一位勇士 他叫韩宇 是个讨人厌的家伙 会是他吗 为了确保这个勇士 不会造成巨大的答案 我建议派的监视 我同意 不过请给那些 受到诅咒的平民意义 勇士的错误是圣女的责任 虽然应该由我来做 但因为我要急着赶去精灵王子 所以抽不开身 我知道了 我会带你进行补偿 然后圣女匆匆离去 我倒是想让那个男人 成为我的神像 不过这种水平的兵器 恐怕是不行了 明明身为高级恶魔 却对眼前的圣剑毫不知情 甚至将其仔细研究 有了下意 他就受到了来自圣剑的制裁 就在刚刚 男人通过洞口回到了遗迹 随后向布鲁斯表示需要人手 用来搬运身后这些户 勇士 这些人都可以吗 从现在开始 他们要帮我搬运户 所以你不能杀害他们 可这里并不是你的个人仓管 你只需要帮我把东西 送到出口出就行了 我还是第一次 因为自己的弱小 而感到愤怒 我就当你是在称赞王 画面一转 科格莫斯正在森林行头 科格莫斯 你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 让我们快点逃跑吧 可在那之前 你是不是需要向我解释一下 现在的我需要尽可能的远离圣会 是因为那个勇士的诅咒吗 是的 那看来我们需要往北的方向前进 这样才能更快的与你分开 北方是有什么吗 在那里有着西方大陆最大的奴隶视角 我们需要为你找到一个会翻译的奴隶 不过你居然没有偷偷逃跑 那是因为你拿走了我的心 害得我连一匹马都没能找到 只见男人一把暴住热魔 你到底是在做什么 这样不是能够更快到达目的地 真是难以置信 我居然被一个人类抱着 画面一转 两人正美美地吃着早餐 虽然没有王子那边的好吃 但也还能凑合 我可从没听过能做料理的魔法 那是你见识的少 好了 快点吃完继续赶路 别开玩笑了 我们差不多就到那里了 随后两人缓缓朝着前方行走 片刻之后 他们来到了西方大陆中最大的奴隶市场 这可真是个漂亮的城市 可是他们不用检查我们了 那是因为这个城市人流大 如果检查得很彻底 那么这个城市就会毁灭 不过我暂时不会逃走 你应该把行李归还给我了吧 那可不行 你要先帮我找到奴隶为止 随后只见男人朝着圣剑大喊一声 请把褐色小包给我发送过来 紧接着小包针就传送了过来 这是一把魔法剑吗 看起来就像是剑在引导魔法 并不是你使用的魔法 能否让我仔细瞧瞧 恶魔一把接过圣剑 可这看起来就像是一把普通的剑 紧接着无数雷电静止击中的恶魔 该死 这是圣剑吗 我并不知道这把圣剑还有黄道功能 居然让一个恶魔触摸圣剑 我就知道你那么容易给我看见就是不安好心 可不过你举起圣剑没有问题 它是一把有缺陷的圣剑 我看并不只是圣剑有问题 你再说一次试试 对不起 我错了 画面一准 我的梦想破灭了 我本想成为从商人手中救下奴隶的英雄 你可真是无聊 能不能想点正常的事情 跟我来吧 在奴隶市场上一共分为四大类型 人类 精灵 小矮人和美人鱼 但影响他们价格的并不是技能以外 而是等级的高低 跟我来吧 我知道有几处销售高级奴隶的地方 高贵的恶魔居然甘心沦为人类的奴隶 要知道这在奴隶市场上可是非常罕见的 而这却仅仅只是为了证明他对男人的爱 就在刚刚 科格莫斯是一男人跟着自己 他知道有几处销售高级奴隶的地方 画面一转 来到一处房内 请问需要防卫或是等级高的奴隶吗 我们需要一个有语言祝福的奴隶 等级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要有语言祝福 而男人却表示最好能够跟他一起旅行的奴隶 可这样的奴隶真的存在吗 紧接着恶魔转述了男人的话 却得到了老板肯定的答案 这种奴隶居然真的存在 随后他们来到楼上 这些奴隶为什么不会逃走 因为他们有着奴隶的足够 看一看他们的状态窗口就知道 奴隶丧失所有权利 每当违反主人的命令时会受到相应的惩罚 此时老板惬意地介绍 这就是你们想找的奴隶 居然是一个恶魔 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要知道沦为人类奴隶的恶魔可是非常罕见的 我就知道 你喜欢这个恶魔对吧 只有恶魔才会满足这些条件 你不这么认为吗 于是科格莫斯当即表示 他要买下这个独立 渴望着空空如也的口袋 他陷入了沉思 片刻之后 男人买下了他 不过你为什么会成为奴隶 因为我为了向一个男人证明我的爱 所以我成为了一名奴隶 这是多么精彩的故事 科格莫斯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而女恶魔却表现得一脸嫌弃 主人 请下令我除掉这只臭筒 他居然敢可怜我 随后男人表示我们现在去什么地方 不过你不用先仔细检查一下我吧 不用 因为我已经通过状态窗口看到了一切 迪亚罗卡 27级 拥有以下祝福与诅咒 紧接着迪亚浑身颤抖起来 你这是怎么回事 请不要误解 这是奴隶的诅咒带来的效果 如果你敢对他下什么奇怪的命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随后就遭到了迪亚的一顿暴谈 要不我们出去看看别的奴隶 画面一转 因为便宜 所以买了很多 这不过都是些低价的劳动力吧 只见男人不断安排着奴隶们搬运 此时 科格莫斯将男人拉过一旁 你是准备现在离开吗 并不是 而是我改变主意 我要和你们一起旅行 可下一步 一支弓箭尽职击中了他 虽然我很想杀了他 不过看起来有人比我先动手 大白天就遭遇到了袭击 这世道可真是不错 对吧 明明身为高级恶魔奴隶 竟对主人发起了进攻 而一旁的科格莫斯也当起了凡骨仔 却被男人当场击杀 就在刚刚 面对别人的偷袭 这个世界可真是不太平凡 男人一拳放倒了偷袭者 可这却引起了巨大的动荡 很快就有士兵敢来抓捕他们 我想我们现在应该先逃跑 你是奴隶无所归 不过这个恶魔不能被他们抓到 你想我杀了他们 还是先逃出去看看吧 画面一转 来到郊外 你还要睡到什么时候 你这软弱的家伙 我只是一时大一把 承认自己弱小是那么困难的事情 于是恶魔被对得哑口无言 可真是忙碌的一天了 此时 迪亚一只魔手袭来 却被男人一把抓住 你该不会以为我没有任何防备吧 该死 紧接着又是一发攻击袭来 男人顺势打出一拳 而下一回 迪亚的左手竟当场断裂 迪亚难以置信 你真的只是一级人类吗 如果不是 你会这么容易放松警惕吗 你不过就是个人类吧 那我就让你看 我真正的实力 紧接着就是一股猛烈的进攻 就连迪亚也有些招架不住 不过很快 他就瞅准时机发起了进攻 看来你也大意了 这应该会很痛吧 紧一瞬间 男人的左臂被当场卸下 你这点程度的伤害 对恶魔来说毫无意义 快下令解除我的限制 这样我还会考虑帮你治疗伤口 然而男人却是轻蔑一笑 你这点伤害根本就不痛不痒 随后只见迪亚瞬间恢复了伤势 既然两边都有恢复能力 那就将某一方打死为止 你这算是命令吗 此时科格莫斯表示想要帮助迪亚 却被男人当场抬走 你这家伙居然吃力爬外 这个男人也挺了不起的 居然让人这么讨厌 随即男人对其发起进攻 却被其抬手抵挡 我最讨厌叛徒了 但你不就是叛徒吗 我只是一个奴隶 不过我没有发誓过会效忠于你 紧接着两股巨大的能量 相互碰撞在了一起 该死 恢复速度快跟不上了 这男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我可才刚开始呢 随后一脚踹向迪亚 没想到你还挺能扛的 紧接着迪亚镜张开了一双翅膀 我会在你飞起来之前将你击杀 可随后迪亚镜踩着她的拳头 奋力跳向了空中 看来她好像已经达到了极限 那么这将会是我的最后一击 同时也是迪亚的最后一击 就在男人以为自己胜券在握的时候 下一秒 一幕场景分散了男人的注意 紧接着男人就硬生生吃下迪亚的最后一击 等她回过神来 才发现自己输了 此时 天神正对着她发泄心中的不满 如果主人醒来 请麻烦给我一套新衣服 随后男人给予了他一套衣服 事实上 这场战斗是我输了 你真的很强 如果换作是那个恶魔 我早就将他大卸八块了 况且 我认为你到最后是故意输给我 不过你输了 不用向我表示你的忠心吗 向人类表示忠心吗 那是不可能的 火焰守护者在世间存活了几千年 可他的等级却仅仅只有十二级 只因他从不喜欢战争 不愿看到无谓的牺舍 就在刚刚 迪亚表示不会承认他是我的主人 因为那将会成为恶魔一生的耻辱 不过可以给予他一个拥抱作为补偿 另一边 圣女对于即将灭绝的兽人感到非常烦躁 所以你找我来就是因为这件事吗 并不完全是 只见精灵女医员端坐在眼前 说起森林 我很想知道他现在到底在做什么 所以你是要我找到罪魁祸首是谁吗 是的 你可以做到吗 虽然不是我要找的人 但是可以 这个小家伙会帮得上忙的 恕我直言 但他真的有这个能力吗 这可是特别的史莱姆 不过你能够提供什么线索 这就是案发现场 请找出闯入我房间的小偷 只见史莱姆瞬间变成了金色 紧接着散发出一阵金光 最后得出结论 入侵者通过墙上的圣剑逃走了 最糟糕的情况 难道会是有事吗 看来圣女已经察觉到是谁做的 我很感谢你的帮助 不知道我能够帮上什么忙吗 这次我打算进入魔法学院 希望届时能够得到圣女的帮助 你是想成为魔法学院的认课老师吗 是的 自从被囚禁以来 我就意识到了自己实力不足 我曾尝试通过打猎来获取经验 但发现这并不适合我 因为我非常的反对争斗 所以即使生存了上千年 我的等级依旧是十二级 而我可以通过老师的祝福获得经验 这对我来说是最好的选择 我知道了 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你的 画面一转 男人来到城市 没想到那个恶魔居然真的走了 你等着吧 在变得更加强大之前 我是绝对不会回来 此时天神建议男人抛弃这个女恶魔 这只不过就是一个雌性翻译机罢 而天神为了表达自己的不满 竟然选择离家出走 居然真的跑了 喂 上帝 你还在吗 与此同时 天神正默默注视着眼前的一切 忽然一旁的告示吸引他 淘汰比赛 冠军奖励 圣剑 淘汰赛成绩优秀者可获得进入魔法学院的机会 此时天神正沉浸在自己的幻想当中 另一边 男人来到一家旅店 只见他默默注视着眼前的局外人祝福 祝福还在也就表示天神并没有抛弃我吗 此时 一名服务员上前询问是否需要帮助 可下一回 就被男人的屠户诅咒吓得撒腿就跑了 原来是因为这个吗 刚开始还有点厌恶 现在感觉还不错呢 不过现在好像是那些偷奴贼的活动时间 我必须在离开城市前完成对他们的付责 此时天神正捏手捏脚地回来 你回来的时间比我想象的还要早吧 天神自豪地表示自己完成了孤独的旅行 是的 你最棒了 不过阿萨神 能否跟我去的地方呢 天神好奇地询问你是否把你恶魔赶走 他正在那熟睡你 那到底会去什么地方 我觉得我应该给那些偷袭物 一个菱形前的道别 这根平平无奇的骨头 竟是传说中的稀有材料 而这却引起了各路人士的互相争夺 就在刚刚 男人正打算给那些偷袭者好好的哥哥 那我们要去哪里呢 我还没有想好 紧接着天神表示要男人前往学院 为什么我要去那种地方 等我收拾完那些偷袭者后 我再考虑考虑 此时天神耍起了无赖 不断催促着男人答应自己的要求 先帮我个忙 然后我会考虑这件事 如果我帮了你 你就会去学院吗 我只是会适当考虑一下 那你需要我帮什么忙 为了钓到一条大鱼 我们必须找到诱饵 画面一转 感谢您购买了这么多的奴隶 此时天神询问男人是否还需要更多的奴隶 已经足够了 虽然这些奴隶都很低 但是等级都不怎么高 天神对此表示 等级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内心 此时一发弓箭朝着男人袭来 只见他抬手就将其挡下 你们的进攻方式太过老套了 你们就是今天偷袭我的那伙人吗 此时一位首领探出头来 紧接着团伙中的所有人都站起身来 你就是这伙人的首领吗 而后只见首领纵身一跃 此时天神正催促着男人前往学院 我现在有事要忙 等会再谈这件事 天神表示希望这次行动能够快点 当然 我会很快解决 只见男人使用手刀不断在人群中挥舞 不到片刻就将他们当场解决 此时 只剩下一位首领 你没有逃跑是聪明的举动 我会饶你一命的 而首领却被眼前的一切吓得撒腿就跑 只见男人抬脚一传 当场给他踹晕在了地上 画面一传 男人带着偷盗者们来到士兵面前 换取了大量赏金 此时一旁的史莱姆引起了男人的注意 他们为什么不清理那根骨头呢 难道史莱姆不吃稀有材料的事是真的吗 那看来这根骨头有的特别的地方 此时天神催促着男人赶快前往学院 所以那个地方到底有什么 为什么我非去不可能 你去了就知道了 可我连学院在哪都不知道 这时一道声音喊住了男人 只见他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难道是我伤害了王子的事情败路吗 此时天神表示 他只是想要买下你手里这根骨头 他计划将这根骨头送给在学院的 天神不断强调着学院 于是男人开始了片刻的沉思 你想要这根骨头也行 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我也想去学院看看 想去学院吗 此时天神正期待着他能够答应下 而下一年 他就当场表示 我拒绝 这是一头令人闻风丧歹的恶魔 可在阿萨神面前却成了孙子 只因天神一个眼神就能让他变回一几 就在刚刚 男人表示自己也想去学院看看 却被其一口回绝 只见天神当场气得直跺脚 而男人已从天神的态度猜到了一切 难道还需要再商量商量吗 此时迪亚已经来到男人身旁 你是什么时候来到这 你居然抛下了受伤的我 你真是太刻薄了 此时骑士发现眼前的居然是恶魔 于是两人剑拔女张 面前的人是骑士吗 是的 迪亚你赶快翻译一下 这个恶魔是奴隶吗 不然我为什么要带上这个相权 此时天神催促的男人赶快进行谈判 好了 我们来讨论一下学院的事情了 天神表示自己不能再等待下去 于是独自离开 你怎么又走了阿萨神 而骑士表示无论如何都不能进入学院 此时一股强烈的气势袭来 这是怎么回事 只见骑士颤颤巍巍地说道 这不可能 随后一只巨手映入眼 居然是龙 弱小的人类 灾难再次降临 这次我将把圣女与所有勇士尽数催我 可下一秒 他就愣在了原地 为什么我的等级变回了一级 到底是谁干的 只见男人黑黑一笑 你觉得会是谁吗 当然是我们尊敬的阿萨神大人 随后巨龙降临到了这座城市 这是真实的龙 不过这种程度的智商居然会是灾难级别 你可真是相当的平静 因为我就算赢不了 我也可以随时跑路 到底是谁 谁敢给我的等级开玩笑 难道是勇士吗 室内该死的圣女吗 只见巨龙吐出一股巨大的火焰 瞬间就将防龙一为平静 此时骑士已然主动出击 天神示意你得尽快将其解决 你是指那条巨龙吗 天神表示要让骑士看看你真正的实力 随后男人一把掏出圣剑 这居然是圣剑 没想到你还挺有眼光的 克格莫斯还要摸过才能知道 请不要把我跟那个恶魔相提并 不过你是一位勇士吗 不 其实这把圣剑是个残刺 此时巨龙正咆哮了 勇士快给我滚出来 否则我就将这座城市移为平静 只见一群弓箭手朝着巨龙发起了进攻 却被其轻松抵挡 你们跟我的等级还差得远了 随后便是一发龙之吐息 此时骑士长挺身而出 挥出一刀将其抵挡 居然能够挡下他的攻击 看来他并不简单 那是当然 他可是保卫国家的骑士 所以 我也可以轻易接下他的进攻 对吧 这是世上最倒霉的男人 明明击杀了恶龙拯救了人类 可当所有人都获得新的祝福时 唯独只有他一人获得了新的祖道 就在刚刚 男人也加入了战斗 只见巨龙猛的一掌拍下 骑士长侧身躲开 此时巨龙意外发现 自己可以通过进攻提升等级 我必须在他等级很高之前将他击杀 这时迪亚询问男人是在跟谁说话 让那条龙愤怒的人 迪亚却是一脸疑惑 我需要做好进攻准备 你先去吸引巨龙的助力 随后迪亚一把飞向巨龙 这里居然出现了高级恶魔 那就成为我的经验值吧 只见迪亚打出一击光波 静职击穿了巨龙的翅膀 可这却引起了巨龙的愤怒 顿时周围升起漫天火焰 此时天神对着男人骂骂咧咧 安静点 我正在凝聚全身力量 随后只见男人轻轻一挥 紧接着静职冲了出去 趁着巨龙进攻的空隙 男人发起了进攻 只见一道人营伤 巨龙的头颅被当场斩下 真是一道完美的斩击 那是什么 居然被斩首了还能说话 你只是一个区区一级人类 居然拿我当作诱 辛苦你了迪亚 这真是一个巨大的耻辱 被一个连勇士都不适的人类斩杀 既然发生了 那就不必感到耻辱 我要用我的灵魂发誓 你让我承受了莫大的耻辱 我要诅咒你 只见一道红光亮起 获得新的诅咒 龙之怒 居然又是一个诅咒 听说自尊心很强的龙 很少会认输 或是诅咒他们 不过我还是第一次 见到这种情况 这也太不可理喻了 此时天神正高兴的 守五足蹈起来 获得报应也是理所应当的 可我在异世界 杀害了带来灾难的巨物 为什么还要受到诅咒 但是这个诅咒效果是什么呢 龙之怒 当你生命受到危险时 愤怒的龙将会攻击你 这就表示 每当最危险的时候 这个诅咒就会降临吗 而一旁的迪亚 却是心里乐开了花 因为他收到了新的祝福 龙之怒 当你的生命受到危险时 愤怒的龙会来保护你 你该不会也是祝福吧 为什么所有人都得到了祝福 唯独只有我受到了祖宗 片刻之后 男人用史莱姆分解巨龙 获得了稀有才能 真是个好东西啊 可惜我拿了很快就不得把钱 此时骑士长正接受人们的爱戴 傍晚 骑士长表示自己欠男人赢 而且还有奖励没有颁发给 可随后男人就表示自己的奖励 就分发给那些受到灾难的群补 紧接着迪亚开始的翻译 我们主人看不上你那点东西 所以赏给你们人类了 可是我怎么听着你的语气不太对呢 我已经很好地转述了你的意思 而望着天空的男人忽然发现了不过 只见周围白色气息不断凝聚 难道这是龙之梦 随后一条白色的巨龙赫然出现了眼睛 看起来比之前的龙药小很多啊 而这是因为对男人的妇怒 促使着龙的灵魂幻化成了实体 真不愧是异世界啊 不过 区区一根骨头 竟敢瞧不起我 当年穷凶恶极的赤龙王阿尔太 竟被男人独自斩杀 要知道在数百年前 剩余可是联合了一众勇士 才勉强将其击杀 可想而知男人的实力到底有多强 就在刚刚 面对眼前出现的古龙 男人感到一丝不悦 与此同时 为了挑选出最优秀的勇士 于是淘汰赛正式宣布开始 感谢大家对于勇士的支持 接下来就让我们见证他们的成果 传闻崔江明是最强的勇士 真是无知 最强的当然是张美人啊 此时红发妹子非常好奇 如果其他勇士都陷入了危机 你会怎么做呢 当然是会帮助他们 没有丝毫犹豫呢 勇士果然很坚强的 我想那个男孩也一定会这么做 伴随着圣女宣布比赛开始 各位勇士纷纷开始了比赛 崔江明率先跑到马车上 他早就知道比赛项目是抓捕受人 于是早在城门口就准备了马车 此时黑发妹子一把抓住红发妹子 使用吉池祝福飞快向着目标前进 吉池 以飞快的速度向着目的前进 注意 没有到达目的地前无法减速 没想到崔江明与刘宝已经出发了 我还以为我们比较快了 不过我们现在可千万别落后 与此同时 圣女收到信息 在骑士王国北部城市 赤龙王阿尔凯则现身了 真的是龙王吗 你确定吗 经过对比 与圣女百年前击杀的龙王一致 虽然当时是和勇士一起击杀的 我还有点印象 可他当时明明已经死了 是否有天神将他复活了 不可能 因为所有的天神都在观看这场比赛 难道是为了给勇士增加难度吗 可是勇士并不在哪 难道会是勇士康汉秀 在他身边有个阻止女神探索的天神 会是他吗 而在损失扩大之前 我必须前往一趟 可是圣女 赤龙王已经被击杀了 你在胡说些什么 虽然消息有待证实 但是龙王的气息已经消失了 那就不可能是龙王了 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独自战胜龙王 算了 下次再说这件事 现在全部精力都集中在淘汰比赛了 另一边 韩宇想要免费搭乘马车 却遭到了拒绝 而在这时 朱利亚询问勇士不用参加比赛了 韩宇却是使用勇士观察女 但却一无所谓 勇士 观察敌人的所有状况 敌人的弱点与秘密大概率被发现 该死 他身上有诅咒 所以什么都看不到 于是他发动了另一个注目 特殊 一瞬间 朱利亚表示要在他一场 我会尽快将你送达目的地 与此同时 城市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主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只见两头古龙正在城市上方打得有来有回 该死 这是什么情况 男人每击杀一头古龙 就有成千上万只的古龙因此复苏 就在刚刚 望着面前如此巨大的古龙 男人当场就将其斩杀 可下一秒 无数诅咒竟同时发动 紧接着城裙的古龙赫然出现在眼前 随后便朝着男人发起了进攻 与此同时 一只古龙猛然扑向骑士长 紧紧一击 骑士长就被打得重伤不起 而在这时 他的祝福当场发动 只见一头绿眼古龙赫然出现 紧接着两头古龙就开始较量起来 而此时的男人还没搞清楚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只见迪亚一击就将面前的古龙当场击杀 主人 这种情况真是太奇怪 与此同时 正在较量的古龙一把坠落在了迪亚面前 当场就将奇迹晕在地 而这刚好又触发了迪亚的诛 只见另一只古龙冲天而起 再这样下去城市可是会被催骨 那么就让我先解决眼前这些问题 画面一转 男人已然解决所有古龙 这么多古龙一起出现 可真是闻所未闻啊 不过你真的不知道这个祝福与祖咒吗 难道是因为 拥有局外人祝福的我 每当使用那股力量时 就会消耗生命 然后触发龙之怒的祖咒 紧接着局外人修复了我的生命 因此形成一个循环 虽然祖咒的发动次数有限 不过我的祝福发动的话 那么次数也会因此重置 那看来以后我要控制一下自己了 与此同时 史兰姆分解出了大量稀有材料 迪亚这些材料全都给你了 虽然感觉多了一堆麻烦 不过一想到这个材料那么稀有 我就觉得非常开心 此时 骑士长一把从古堆里面坐起 并一本正经地说了几句话 而男人却不懂他到底说了些什么 他对你打败了古龙表示感谢 并真诚地邀请你前往他家做客 于是男人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 这时 地旁的人们纷纷朝着稀有材料扑来 看来我们需要赶紧离开这里 不然就会有很多人过来 那我们赶紧走吧 你看起来非常的高兴啊 画面一主 康汉秀 这里就是我家了 没想到城外还有如此地方 对于骑士来说这已经是很朴素 只见一座巨大的房子引入夜 这难道已经很朴素了吗 不过你为什么要跟我前往 我是为了帮你翻译 防止你做错事 而正当两人喋喋不休息 房内的某人已然偷偷注视着他 男人为了能跟面前的孩子成为好朋友 禁不惜当场召唤出一头古龙 甚至是让其一口吞下了自己 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就在刚刚 受到邀请的男人来到屋内大块骨 而一旁的迪亚则询问男人是否已经明白 所以 他是想让我陪同他的长子一同前往学校 而不是老妖吗 面前的老妖已经有了伙伴 需要陪同的是另一个海 换句话说 他希望你能够好好照顾那个海 并一同陪他前往学校 而此时的男人根本听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 迪亚便对此进行了翻译 他们希望你能成为他儿子的好朋友 并且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好伙伴 于是男人果断答应了下来 而天神也对此表示非常高兴 紧接着迪亚表示他们想要驯服主人 这肯定又是你胡乱解释的吧 我只是省略了复杂的过程罢了 你这就是歪曲事实 随后迪亚朝着他们大喊 我的主人表示你们的儿子非常的无礼 客人来了也不出来露露脸 我决定要撕下他那张脸 而男人却是一脸迷糊 因为他们已经躲在墙角瑟瑟发抖起来 你到底又在胡说些什么 这可是一个优秀恶魔的翻译 画面一转 迪亚你的翻译太过随意了 他们夫妻两个都被吓出了不少冷汗 不过你知道什么是奥斯塔学院吗 那是四大学院之一 是人类为了反抗怪物们所建立的 他们主要教学如何抵御怪物 但他们终究是人类 无论怎么努力都是非常弱小的存在 可他们最终聚集在了一起 成为了追求和平的存在 而在这时 只见一名男子突然闯入 并大声呵斥着他们 这种也需要我替你翻译吗 并不需要 我大概能够明白他的意思 只是我答应了他的父亲会馆教好他的 而我知道怎么让他成为一个好学生 那就是给他一点教训看看 只见男人一拳袭来直击他的脸 而他还没反应过来 又是一拳净直击中了父母 紧接着一拳将其轰出了门外 你应该尽好作为一个儿子的责任 而望着地上的孩子 男人联想起了先前的自己 该死 真是不好的回忆 此时的男人才意识到自己做得太过分 于是连忙上前检查伤势 而在这时 孩子猛然醒来 却被吓得当场四处逃窜 而迪亚只是抬手一指就将其当场经营 这个你打算怎么办 要不我们将他埋了 这绝对不可能 画面一转 男人叫来骑士等人请求将其置任 只见一道绿光降临 孩子当场恢复了过来 可当看见男人的面孔时 却又吓得四处逃窜 看来你到现在还没清醒了 于是男人决定再吓一下他 随后他浑身散发着强烈的气势 下一秒 龙之怒诅咒发动 只见一头古龙赫然出现在男人头顶 紧接着一口将其吞下 正当孩子为此感到震惊之时 只见男人一拳打碎了龙的牙齿 太可 现在让我们成为好朋友吧 面前这位仅仅只有六级的勇士 竟拥有如此之多的祝福 要知道在这个世界里 可是非常罕见的存在 难道他就是传说中 被神选中的勇士吗 就在刚刚 男人非常和善地 想要成为孩子的好朋友 与此同时 刚回到家的圣女感到身心疲惫 因为赞助上的资源支持 正在持续下降 仅靠神殿的力量 来支持勇士是非常困难 果然就跟我预想的一样 即使时代发生了改变 事情也不会有所改变 此时通话水晶发来谈话 学校的校长从早上开始 就一直在等待着 可是对于勇士的录取 不是已经结束了吗 但他说有重要的事情 要与圣女讨论 同时还有一个好消息 有关赤龙王的事件已经结束 虽然城市损伤很大 但是死亡人员少之又少 这真是让我松了一口气 不过这件事下次再讨论吧 请帮我跟学校校长接通 随后只见校长映入眼 好久不见圣女 最近过得如何 并不好 因为我太忙了 身为人类盾牌的你 居然如此积极 那看来大家都可以安心生活 如果你要是想说这些的话 那我就挂掉了 随后校长表明来意 今年我们对于许多新生 都抱有很大的期望 为此我们计划打开地下废墟 方便与勇士们一起研究 居然是地下废墟吗 怎么听起来你好像已经解开了封印 你猜得没错 而圣女却陷入了沉思 地下废墟 众神们在过去曾过度使用力量的力量 而这就是为何从废墟中挖出的宝藏 拥有不自然力量的原因 但同时那里也隐藏着巨大的危险 不过对于目前的勇士来说 他们急需猎物来促使他们的成长 那就这么说定了 等到淘汰赛结束后再一同前往那里 随后她便挂断了通化水晶 而圣女却陷入了沉思 那些勇士会有多少人存活下来 与此同时 蕾莎在朱莉的介绍下结识了勇士含语 感谢你的帮忙 让我结识了传说中的勇士 随后蕾莎查看了她的属性面团 仅仅只是六级就拥有如此之多的注目 难道她就是被神所选中的勇士吗 这位真正的勇士如何 如果没有遇见她的话 我会觉得很震惊 画面一转 他们正在狩猎着兽人 虽然我与勇士是走了近路来的 但我不能保证没有人先来到这里 此时蕾莎发现了几只史莱姆 看来兽人就在附近 从兽人身上的伤口来看 附近应该有一名法师和剑士 此时韩宇发现不远处传来打斗的声音 于是三人变火速赶往那了 而当他们定睛一看才发现 居然是班长 掉线两个多月的男主终于上线 而刚回归的他进前往学校成为了老师 可当他得知有勇者将会加入学校时 他却在盘算着应该如何逃离这 就在刚刚 经过勇士们的不懈努力 淘汰赛最终迎来的结束 抱歉 让各位勇士久等了 现在就让我来公布淘汰比赛的勇士排名 与此同时 男人正与孩子一同前往学校 不过你真的很讨厌学校吗 虽然我也不是非常喜欢 此时 迪亚表示自己的等级太高了 应该是不被允许进入学校的 你现在身为我的奴隶 所以我可以简单地把你带进学校 可我进入学校不会非常危险 而天神却对此表示没有任何关系 不过你现在应该告诉我 为什么想让我去学校的原因 即使给出的理由无法让我满 但我也不会因此逃走 而天神则表示去到了你就知道 片刻之后 他们来到了学校 经过一系列的检查 他们才可以进入学校 可此时的哥哥却显得非常碰 居然又回到了这个宛如地狱般的地 而在此时 一旁的石像引起了男人的注意 这里与其说是学校 其实更像是一个训练营地 学校规矩繁多 麻烦你多多注意一下 随后男人便答应了弟弟的请求 而身旁的妹子也表示 以后要多多照顾一下 塞洛娜 等级酒 祝福 正值F级战士F级 诅咒 贵族一级 看起来这位女士是个贵族啊 片刻之后 男人终于来到了目的地 随后便来到入学咨询处进行咨询 没想到你仅仅只有一级 却能通过学校的所有测试 不知道你是否接触过精灵了 而男人只记得自己曾被精灵的弓箭所伤 这真是太有趣了 虽然祝福和诅咒杂乱无章 但校长还是给予了男人合格的带照 今年将会有个精灵在学校上任 我希望你可以成为学校的鼎梁之主 男人对此表示自己会尽力的 如果你有任何需求 我都会尽量满足你 画面一转 课室的男人不知该何去何同 所以我现在应该前往宿舍嘛 而天神则表示 你可以去问问雕像 可是为什么突然要去问雕像 随后男人便被天神拽到了雕像面积 你确定要问这个雕像吗 与此同时 先前的两人遇到了男人 于是便为男人介绍起了雕像 他是古代的勇者 是这所学校的创始人 而弟弟也想成为像他那般的人 没想到就连天神都对他非常在意 看来有必要抽空调查一起 而在这时 一道人影喊住了他们 你们就是新生对吧 快帮忙将横幅挂上 不过那上面到底写了什么 当然是欢迎勇士的到来 居然真的有勇士加入学校 而男人却是非常震惊 你们说的勇士该不会是 喂 天神 我现在是不是应该逃走他 男人来到学校的第一件事 就是将校罢胖揍一顿 而这便是来自新生康汉秀的报道仪式 就在此前 这时的男人正盘算着如何离开这里 因为同学们的到来就意味着 其他天神也会来到这里 但天神却对此表示不用担心 他并没有发现其他天神的气息 随后便夸赞起了面前的雕像 这是一座非常令人敬畏的雕像 与此同时 一旁的学生对于男人的行为表示非常不满 于是当即便要对他教训一番 望着渐行渐远的两人 身旁的女人对其表示不用担心 画面一转 两人来到一处偏僻的地方 而一旁的争吵声却引起了他的注意 原来这里是学校的视野盲区 所有在这发生的一切事情 学校都无法得知 下一秒 只见男人猛然掐住了他的脖子 这可正合我一 此刻的他早已忍耐多时 紧接着一道传送洞口赫然出现在他面前 随后便从中掏出了一把小锤 虽然在学校做这种事情不太合适 但他还是一锤将其击倒在了地上 就连一旁的两人都对此看的目瞪口袋 面对咄咄逼人的红发女人 男人也是人狠话不多 转瞬间就将其控制在了手中 随后友好的对其表示 麻烦请他回避一下 而接下来 便是新生康汉秀的报道仪式 那么 以后请咄咄指教了 画面一转 此刻的男人正与迪亚一同商议 接下来 他们将深夜潜入学校 片刻之后 他们来到一处酒吧 随后静止走到黄毛面前 只见男人开口表示 他是被前辈介绍过来的 而他口中的前辈便是今天刚教训完的两人 不过这回他还不能透露这些 随后便对其表明来意 他想要一个悄无声息就能进入补习班的办法 可黄毛却对他所说的没有任何兴趣 反倒是一旁的迪亚引起了他的助力 正当他开口想要将其留下知识 下一秒 他就被踹翻在了地上 紧接着众人朝着他纷纷勇去 可不到片刻 全都被他击倒在了地上 而这时的男人才意识到 自己忘记阻止他的行为了 画面一转 两人偷偷潜入了学校 就连男人也没有想到行动居然会如此简单 不过迪亚很好奇男人为何会在这种时间来到这里 因为他需要去调查那座雕像 菲多尼克斯其实是勇士的伙伴 但因为他打起了勇士女王的主 所以遭到了永久驱逐 而怀着对勇士的恨 于是他发誓效忠于叶之女王 随后变成了一名吸血鬼 最终成功掳走了那个女人 没想到迪亚居然对这些传说知道得非常详细 不过天神声称雕像中有着一条隐藏的线索 可男人却对此没有任何发现 随后迪亚便表示他也许知道 菲多尼克斯与被掳走的女剑客之间并没有道路 但却连一个障碍物都发现不了 而且菲多尼克斯正对着女剑客 可女剑客却看向了别处 就好像他想要指引我们到别处一样 于是他们便顺着女剑客指引的方向前进 不到片刻 他们便来到了一处空里 只见地上描绘了临近湖泊的景象 这让两人散了难 毕竟也不能进行大范围的搜索 而在这时 迪亚忽然想起一个传说 那便是传闻中有位人鱼在等待某人的时间里 成为了一座雕像 随后只见迪亚指向一个方向 看来那边是我们要找的人鱼雕像了 来人虔诚地朝着人鱼雕像跪拜了99次 竟因此获得了一个新的祝福 就在此前 他们找到了传说中的人鱼雕像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人鱼吗 随后迪亚当即便要将其摧毁 可却遭到了男人的阻止 毕竟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 而他们是靠着女剑客的视线指引来到这里的 所以男人断定人鱼的视线里应该也隐藏着什么 于是他好奇地打量着人鱼视线四周 可下一秒 只见一道金光亮起 原来是男人手中的戒指有了反应 而迪亚则是对其解释 这是魔法式用来求婚时使用的经典魔法 紧接着一道祝福赫然出现在他们面前 宽恕 看见你仁慈的脸庞 他们就会想要认罪 而这时的天神却是一脸的不悦 不过男人却很庆幸 因为他终于得到了一个祝福 可下一秒 他们便被团团围图 因为这里早就被禁止了自由出入 而他们从男人身旁的高级恶魔进行判断 男人应该不是普通人物 与此同时 男人身上的宽恕祝福发动 只见他缓缓对其进行道歉 紧接着他们便原谅了男人的行为 随后他们便禁止离开了这里 画面一转 他们迎来了学校的开学典礼 同时也迎来了一位新的老师 传说中的火焰守护者 精灵王国的长老 布雷斯小姐 而望着眼前如此熟悉的面孔 此刻的男人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之中 紧接着一股糟糕的回忆涌上心头 与此同时 只见火焰鸟正直勾勾地盯着男人 难道他刚才与其对视了吗 面对这么美丽的精灵作为老师 在场的众人一瞬间便兴奋了起来 随后主持人宣布 接下来便轮到校长进行发言 只见其开口喃喃道 今年的学习目标非常的繁重 并且勇士也即将进入学校 闻此 众人当即开始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 紧接着校长便发布了接下来的任务 他将把学生分为上下两个班级 而规则非常简单 那便是学生之间进行决斗 直到只剩下一半的人员即可 伴随着他的一声令响 场面便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 而男人显然也对这种处理方式 显得极为满意 那么接下来 就该轮到他大展拳脚的时候 随着一声怒吼声传来 在场的众人无不吓得四散而逃 全部给我滚到下级班去 此刻的天神则为这群不幸的学生 进行着祈祷 画面一转 男人成功进入到了上级班 而他们可以选择护卫 或者魔法课程进行学习 并且挑选了一位 名为雷泽尔的王子作为班长 说起班长 男人忽然陷入了沉思 不知道那家伙如今在做些什么呢 与此同时 获得淘汰赛冠军的勇士 崔江明 此刻正在进行着颁奖仪式 他将获得传说中的圣剑 随后只见其喊下一句 我想要变得更强 下一秒 他就被吸进了传送洞口 男人自学了传说中的高级剑术 却因没有战士的祝福 所以无法学习剑术课程 而在这个世界中 人们几乎都具备这种低级祝福 就在刚刚 只见崔江明高举长剑 大喊一声 我想要变强 下一秒 他就被吸进了传送洞口 而此刻的他却是一脸的疑惑 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 与此同时 只见兽人开口喃喃道 这里是兽人遗迹里一个名为奥克罗拉的城市 而按照规定被召唤到这里的勇士 需要立刻开始训练 另一边 此刻的剑术老师拒绝了男人想要上课的想法 因为他身上没有任何有关战士的祝福 随后他便被轰出了房外 而说起有关战士的祝福 男人忽然想起一件重要的事情 这几乎是每个人都拥有的一个祝福 随后只见其凝聚力量于手中 下一秒 他便一拳将房门轰开 虽然他并没有战士的祝福 但只要能够使用剑术就无所谓吧 或于无奈 于是老师最终答应了男人想要上课的请求 不过他很好奇应该如何吸得勇士的祝福 可没想到他们却表示 这是可以通过注射药物获得的祝福 闻此 男人瞬间感到一股恼火 这群人真的是太懒惰了 与此同时 一旁的班长对着男人提 他想要将男人耐入自己麾下 为此他可以源源不断地为男人提供药物 但遭到了男人的拒绝 可本该因此恼火的班长 却因为男人的宽恕祝福 导致态度变得毕恭毕敬 而此刻的天神则对他们的未来表示期待 随后只见老师拿出了一颗龙牙 他表示这可是花费了他十年继续买来的东西 就连男人也没有想到 居然会在这种地方再次见到这玩意 画面一转 众人结束了一天的课程 此刻他们正讨论着今天发生的事情 而男人却是看不惯班长的作风 早知道当初就该将他送到下级班去 而在此时 一道身影出现在他们身后 原来是先前就被男人送到下级班里的学生 看来这下会有有趣的事情发生了 片刻之后 男人跟随着他们来到一处地方 而他们早已等候多时 随后便开始斥责起了男人 如果不是男人将他们送到了下级班级 那么这个孩子也不会受到这种待遇 如今他们便是要找到男人一血前耻 而此刻的男人早已愤怒不已 难道你耍小聪明来到下级班级 你的生活就会好过一些吗 那群该死的家伙 居然把他的委托搞得一团糟 与此同时 只见其从传送洞口中掏出一根古棒 接下来 他将为其报仇血恨 此时的大块头还想趁机嘲讽男人 却被其一棍击飞数十米远 而他表示自己接下来还有嗑药上 不如你们一起上马 这个平平无奇的大棒 竟能号令百万亡灵大军 甚至凭此击败王国中的两大剑术天才 而就在刚刚 男人表示 全都放马过来吧 然而仅仅一个照面 两大王国中的剑术天才 便被双双击倒在了地上 此刻的黄毛这才意识到了情况不对 而男人却是表现得非常从落 正当黄毛想要对其发动进攻之时 只见男人四周开始散发出不祥的气息 吓人 无数恶魔朝着黄毛扑面而来 而这是男人同时发动了身上两大诅咒的效果 正当众人被此吓得不知所措时 只见一道人影响过 男人瞬间就将其全部解决 不过他很好奇 为何好端端的诅咒会突然发动呢 与此同时 只见黄毛早已被恶魔下得予无伦次 随后便禁止倒在了地上 但男人却对此非常不解 因为这里并没有出现任何恶魔 片刻之后 男人唤醒了倒在地上的孩子 并示意他将这起事件全部揽下 毕竟他们也不可能相信 区区一级学生能够击倒这么多人吧 随后更是友好的示意大块头 那群躺在地上的家伙就靠你带回去了 迫于无奈 大块头最终答应了男人的要求 而事情得到完美解决的男人 此刻正感到无比的开心 不过话说回来 这根骨头从接手的那一刻起 上面就沾满了鲜血 而这应该不会是兽人曾用过的东西吧 毕竟他表示不会去招惹袁助民 另一边 此刻的两人正进行着训练 可显然勇士崔江明并不是兽人之神的对手 而与他昨天遇到的兽人相比 简直就是天差地别的存在 不过为了能够变得更加强大 他一定会通过这场训练的 与此同时 兽人猛然对其发起了进攻 而他只有将其击败才能够离开这里 下一秒 只见其猛然发力 一瞬间就将勇士打得口吐鲜血 紧接着他便对着勇士表示 只有在挨打的时候 你才能够成长得更快 随后便是一头猛烈的撞击 趁着勇士还没反应过来 只见兽人猛的一把将其扔向空中 接下来 等待他的将会是全力一击 与此同时 此刻的科格莫斯正一脸失魂的模样 他不理解迪亚为何会和男人待在一起 片刻之后 只见众多哥布林正欢迎着科格莫斯的回归 可就在这时 他感应到了一股不祥的能量 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气息 为何会出现在这种地方 在这种低级的狩猎场所中 为什么圣女会来到这里 画面一转 此刻的众人正忙着狩猎哥布林 但两人貌似的表现 却让圣女大失所望 好在其他的勇士相当地给力 不到片刻 就将周围的哥布林清理得一干二净 傍晚 他们发现了来自恶魔的足警 并决定将此事汇报给了圣女 与此同时 魔法师正使用火焰魔法燃烧着众多怪物 因为怪物的偷袭大多都是在半夜发生 这对于经验不足的勇士来说是比较危险的 虽然训练是一件好事 但还是需要小心一点的好 另一边 此时的科格莫斯正听取着下属的汇报 所以 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 高贵的恶魔居然甘愿成为下等哥布林 而这竟是为了更好的指挥哥布林大军 就在此前 这时的科格莫斯正听取着手下的汇报 那么 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 随后只见其缓缓到来 他表示如今的状况有些糟糕 可在人群中 只有圣女士比较难以应付的存在 对付其他人应该是十拿九稳 而他忽然想起 难道他们会是勇士吗 与那个男人一样 他们来到这里是为了狩猎怪物的 如果没有那位该死的圣女的话 这些新手勇士根本就不足为据 在片刻的思索过后 于是他下令召集所有的哥布林 接下来 该轮到他们进攻了 画面一转 此刻的哥布林正摧毁着他们的补警 于是他们奋力发起反抗 而科格莫斯正在不远处注视着这一切 接下来 该轮到我们了 该死的新手勇士 只见一只蓝色哥布林 朝着怪物群中大喊一声 紧接着所有的哥布林 纷纷朝着他们发起了进攻 而他们一眼就判断出来 那只哥布林绝对是怪物的首领 随后只见一位勇士朝着他穷追不舍 可他们殊不知 这一切都在科格莫斯的计划之中 为了能够更好地指挥哥布林军团 于是他研究出了这幅身躯 随后只见其大喊一声 一瞬间 一股震耳欲聋的声音便充斥在了众人耳边 就在众人愣神之际 只见一大群哥布林军团正朝着他们纷纷涌来 画面一转 在没日没夜的战斗之下 众人早已疲惫不堪 就连粮食补给也所剩无几 再这么下去 他们的处境将会变得十分危险 为此他们必须尽快解决这些问题 与此同时 她是一只恶魔 而隐藏在岩石山后面的那只恶魔才是罪魁祸首 另一边 此刻的圣女认为他们绝对不能再掉以轻心了 毕竟已经因此损失了一名勇士 虽然他们拥有复活肉体的技能 但这对于精神的负担是很重的 而张美颜勇士因为遭受的伤害过重 导致对于死前发生的一切都毫无印象 不过勇士刘宝拉却记得非常清楚 此刻就连圣女都对于她的精神力量深感佩服 片刻之后 圣女来到一片荒地 随后只见其双手迸发出一道金光 紧接着无数颗植物拔地而起 下一秒便形成了一整片果园 这下粮食补给的问题也就迎刃而紧了 而接下来 就剩下处理那只令人头疼的恶魔 与此同时 科格莫斯对于眼前的一切感到非常气愤 因为他耗费了大量的资源来切断补给 没想到却被圣女给搅黄了 而如今的他也已毫无对策 望着站在眼前的两位奴隶 此刻的他心生一计 也许拯救这两位人类的话还有一丝活路 而当前最要紧的便是保住自己的性命 虽然拯救人类会被同类所耻笑 不过眼下也并无他法 于是他示意奴隶召唤哥布林长老前来 接下来 他将下达下一个指令 令人避而远之地祖壮 男人竟愿意为其付出生命的代价 而这居然只是为了隐藏自己的状态窗口 就在刚刚 科格莫斯正准备实施自己的计划 另一边 一名勇士正对自己的升级感到非常开心 可下一秒 只见两只哥布林朝着他迎面扑来 随后竟停空消失在了原地 与此同时 男人正是一大块头好好处理这些 随后便转身离开了这里 就在这时 只见男人手中的戒指突然爆发出一阵金光 而跟随着金光的指引 他们来到了一处空谷 正当男人对此地感到有些怀疑时 只见两道兵与火的进攻 静止朝着他洗去 紧接着他就遭到了来自大块头的训斥 但因为男人拥有着宽恕祝福 所以一瞬间就让他变成了毕恭毕敬的模样 而他表示这里是勇士专用的魔法训练场所 与此同时 场内的一名学生认出了男人并向其打起了招呼 但他对于男人的进步感到非常惊讶 因为他越来越能够掌握这里的语言了 不过他很好奇男人来到魔法训练场所的原因 难道是为了学习魔法吗 而男人也只是随意回复了两句 因为他更好奇训练场里到底隐藏着什么 但接下来女人的话却让他感到不知所措 因为他表示要教男人学习魔法 随后便与男人定下明天相见的约定 紧接着就转身离开了这里 而男人只关心训练场里到底隐藏着什么 可显然天神并不想全部告知于他 与此同时 只见班长正朝着男人迎面走来 随后便开门见山地表明来意 为了能够成为学院中最强的存在 于是他想要邀请男人与他一同组队 而考虑到组队能够解决非常多的麻烦 随后男人便一脸坏笑地答应了他 不过他应该找个机会向迪亚询问一下 到底如何隐藏自己的状态窗口 画面一转 迪亚本不想轻易将此方法告诉男人 但碍于奴隶诅咒在身 于是迪亚便将方法告诉了男人 想要观察到别人的状态窗口 或者是隐藏自己的窗口都需要一个祝福 那么什么祝福最容易获得呢 经过迪亚的一番解释 男人愣是没听懂什么意思 而在此时 只见一名学生开口喃喃道 并不只是祝福能够做到这些 有些诅咒的效果也能做到隐藏窗口 这却引起了男人的兴趣 与此同时 迪亚忽然想起一个非常适合男人的诅咒 那便是贪婪的诅咒 这是一个对于财产拥有绝对控制权的诅咒 同时也包括了状态窗口 而它的代价便是男人的生命 文词 男人当即来了兴趣 这可正合我意 没时间 繁草未 asc थ有很多 所以